黄瑾赶紧搬来个小桌子 铺上空白的圣旨 宁神等着皇帝下令 便听家境道 大学士徐阶忠诚勤敏 果敢能绝 朕心甚畏 特进为少师兼少妇 刺穿盲袍 听了皇帝的话 黄瑾很快翻译成了 此早华丽的篇文 变成了一道圣旨 给家境看过之后用了大印 便算是赏赐生效了 徐阶是受宠若惊 感激得叩首不已 谁知道让他高兴的 还在后面呢 又听皇帝闻言道 你的长子在京里做官吧 蒙皇上恩典 全子印得官职 在太常寺做事 徐阶公声道 多大了 家境问道 三十七了 徐阶轻声道 可以了 能督党一面了 家境又下照道 卓徐阎为太常少亲 兼公部主事 权权负责 请公重修事仪 钦此 这摆明了 是给徐家的福利 皇上 万万使不得呀 徐阶连忙道 全子一不是科举正途出身 二没担干过什么工程 岂敢 贸然担当此等大任呢 唉 没有谁 是生来就会的吧 家境看了一眼言松 严格老的公子 也不是正途出身 不也做到二品大员吗 你的儿子 怎么就不能出来做事呢 说着笑笑道 再说了 他有什么不懂的 不还有你帮着照应的吗 难道 还会出什么漏子 徐阶这才 勉强映下 这群臣相得的一幕 却使得被抛在一边的严松 彻底的恐惧了 他终于意识到 不管自己有多不情愿 大明朝内阁首府 新陈代谢的时刻 终于还是到了 由来只有新人校 有谁听到救人哭 他终于体会到了 家境皇帝的现实 自己老朽了 无用了 便把自己一脚踢开了 一时间 老严松心中充满了酸涩 身上的力气 也仿佛被抽空了 竟一下子 瘫软在地上 边上的人 赶紧把他扶住 家境看了一眼 失魂落魄的老严松 心中有些不忍 阁老操劳日多 快把他送回去吧 第六百三十四集 菜鸟出养城 就在家境地 寝宫走水的第三天 原委的命题文章 仆彦 新鲜出炉了 要说啊 这大名一支笔的名头 那绝对不是盖的 这篇文章写的是 花团紧簇不说 还考据岩石 逻辑缜密 让反对者 没法挑出毛病来 他重点描述了王规 从最早坚持认为 英宗 英称仆王为黄伯 到后来 转而同意改称 黄考之间的心路历程 认为王规后来的 幡然悔悟 才是仆役之争 尘埃落下 然后 又总结了王规的一生 说他以文词才学禁用 文章反复规律 自成一家 朝廷重大点策 大多出自他的手笔 施林都很称赞他 两智更是以其马首是瞻 但秉国十五年 竟是毫无建树 还落了个三指相公的名头 所以 原委得出结论 作为对生平客观评价的 事号 事法既约 尊贤贵意约功 竟是贡上约功 尊贤竟让约功 既过能改约功 执事兼顾约功 爱民掌地约功 执理御宾约功 必亲之缺约功 尊贤让善约功 可见 功 乃一华贵却平庸的字眼 却正好定义了王规的一生 但作为王规政治生涯中 最为重要和波折的一笔 仆役之争 不可能不被考量其中 那么 他与皇帝持对立观点 为什么会被称为功呢 难道是 持事兼顾约功吗 显然不是 因为 狐义之争 之所以平息 是因英宗 对王规须以载直的地位 使他改变了态度 转而支持英宗认爹 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 却置于道义 是非于不顾的王相公 如果不是反讽的话 就只有 既过能改约功 可以解释了 最后 阎明主旨道 既然宋代官员 都认为王规 既过能改了 那不过的一方 自然是 韩琪 司马光 以及宋英宗陛下了 所以 宋英宗当年的做法 就是正确的 文章到此是戛然而止 但言外之意 昭然若揭 那就是 既然宋英宗追封 升赴皇考是正确的 那当今皇上 敬法先贤 也就无可非议 这篇迟来二十年的文章 给家境皇帝 带来了莫大的心理安慰 也彻底封死了 将来有人想要再翻案的可能 家境自然是龙颜大悦 命人将其悬挂在 暂住的紫光阁中 并鸣发天下 令百官讨论之后 赏书畅言 作为奖赏 家境授义徐阶 开始运作原委入阁仪式 一时间是朝野侧目 原不躺如蓄日东升 朝野对原委的风评却不好 其实啊 他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 不过是别人看他 靠着几篇马屁文章 竟能位列相府 心里不平衡罢了 便有人借他的仆意 给他起了个绰号 叫文公公 讽刺他靠写文章 拍马屁上位 那给他起绰号之人 十分的不地道 因为文公公的谐音 是文公公 十分的侮辱人呐 但原委心情大好 倒是能泰然处之 自我安慰道 不遭人际士庸才 均不见内阁两相 都有外号吗 言松外号 道同宰相 徐阶外号甘草国老 也没见谁 敢不给他俩面子呀 当然 原委很明白 越是这种时候 就越得勤恳做事 低调做人 于是亲自到书场馆中 主持本届的书籍式考试 他是本届会士的主考 也是所有考生的做事 这么做也是观察自留的意图 果然 新科进士们 对这位炙手可热的未来宰相 表现出了极大的敬意 那真是 穆寒秋水没带笑 唯恐让左师觉着 自己不够虔诚 耽误了自己的虔诚 但我欲将心比明月 乃何明月照勾取悦 原委堂堂的二品尚书 预备阁劳 哪能像沈默那样没架子 事实上 也不只是原委 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 都不会在意这些新科的进士 你还别委屈 你觉着自己已经是大官人了 人家就该捧着你 敬着你 做梦去吧 放眼看看这北京城吧 数千名官员 哪个不是进士出身呢 大多数新科进士 都会被分到外地去 那是一辈子都不得返京 终生再不相见 人家大人们 怎么会在你身上浪费感情呢 哪怕你考上了数级师 成为进士中的精英 几年之后 也就是一名普通的汉林官呢 很可能是清闲一辈子到退休 只有抓住机遇的 才能一跃而起 经历无数的勾心斗角 生死考验 如果没有被杀头 流放 贬官的话 才有可能变成朝中之大员 到那个时候 才是真正有资格 跟大员们相交的 这归根结底啊 在大多数人看来 实力对等 才有交往的可能 像沈默那样 折截下交的人 往往被看为有失提同 只不过 因为他还年轻 所以大家都不觉得别扭 也就没人参他罢了 但是像袁伟这样成熟老派的中年官员 那是绝对不会对新晋世子加以辞色的 他只是对众人淡淡的笑笑 便在渐渐平息的嘈杂声中 以从容的官部走到台前 温言勉励重进市好生考试 争取选进树集市 事实上啊 谁都知道 这选树集市 是看电视成绩的 如果文采不是特别的出众 名字靠后的 很难被选进树场馆 毕竟 电视的名字 那是皇帝钦定的 谁敢轻易推翻呢 但是过场 还是要走 袁伟说了一段话 便宣布考试开始 礼部官员们便发放试卷 而星科晋士们不明就里 都还紧张兮兮的 这一届选四十名树集市 电视没进去前四十的 还憋着劲儿 想要挤上去呢 而进了前四十的 还怕被后面的人挤下去 哪个也不敢小瞧了这考试 看考生们开始答卷了 袁伟便从容地走出了考场 到了天井里 随同他前来视察的官员 小声地说道 大人 您看 是不是待会儿 对那些举子热情些 早建立感情 早受益呀 哼 就凭这些心呢 也能给老夫遮阴 原委面色平淡的 现在跟这些人多数 纯属浪费感情 还是等等吧 等树集市开始上课 有的是时间跟他们热火 汉林学士负责树集市的教学安排 但礼部尚书兼任汉林学士 他觉着反正是自己的自留地 还是等着长出好苗子 再施肥也不晚 但是边上的人小声提醒道 大人 听说这一届的状元和榜眼 可都是沈默的学生啊 而那个炭花 则是他的同乡 大人 您还是早下手为好 以免自己的地里 长出了别人的壮家呀 一听沈默的名字 原委满不在乎的表情消失了 叹口气道 哎 老夫被他摆了一道啊 当初沈默找到他 请求押后对徐时行的调查 当时原委碍于有把柄在他手里 也没仔细想就答应了 谁知道 就是那个徐时行 竟然缠工折柜 中了本届的状元 每每想到此处 原委就有被人偷了桃子的感觉 心中是十分的不爽 吩咐左右道 请本届一甲三人 并二甲头三名 到老夫家中做客 左右应下 将命令传下去 很快徐时行 王熙觉等人 便收到了请柬 哎我说啊 说咱是去呀 还是不去呀 王熙觉举着请柬问徐时行 不去 徐时行坚决摇头 反正啊 我是不去 去吃顿饭又能怎么样了 啊 王熙觉到 我倒觉着可以啊 老师已经说过了啊 不要跟原委走太近 徐时行道 咱们现在什么都不懂 哼 还是听老师的保险 得了 这回就别听了 该去还得去啊 房门被推开 沈默出现在他俩面前 自从电视之后 他俩便搬出了会馆 赞助在沈默家前院的客房之中 两人赶紧起身行礼 口称老师 沈默笑着点点头 示意他俩坐下道 还是去吧 啊 不然以原委那个小心眼 难免会记恨我的 老师还怕他吗 王熙觉笑道 怕是不怕 但目前这个状况 不能节外生枝 沈默笑笑道 今日京城可能有大便 你们要仔细看着 能学到不少东西 什么事啊 两只出入江湖的菜鸟 兴致勃勃的 沈默笑道 我倒是要考考你们了 两个人知道 这是老师在指点他们成长了 都低头寻思起来 过了一会儿 王熙觉道 是不是跟玉熙宫走水有关系啊 嗯 当然有关 沈默笑道 继续说下去 听说严格老让皇上回大内 去南宫 惹得皇上很不高兴啊 王熙觉道 而徐格老则提出 用修建三大殿的余料 重建玉熙宫 还说祭月可得 让皇上龙颜大月 还把工程交给了徐格老的公子 嗯 了不得呀 沈默笑道 知道的不少啊 袁玉 啊 这都是辱默告诉我的 王熙觉笑道 别看这家伙跟闷葫芦似的 还真能打听事 徐时行 腼腆的笑道 哎呀 袁玉熊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呀 是那些人 整天围着我俩 说长道短 我不得已听来的而已 他现在是中了状元 今非昔比了 原先瞧不起他 不愿意搭理他的人 全都掉过头来巴结他 说着他瞪了一眼王熙觉 说话的时候你可也在场啊 怎么时候还得我告诉你呢 你说这人多嘴杂呀 听了上去漏了下句呗 谁知道说的什么呀 王熙觉不好意思的笑道 好吧好吧 我承认不如你 不是 我不是这意思 徐时行忙道 好了好了 别打嘴官司了啊 沈默打断他们俩 既然选择仕途这条道 就得耳从心亮嘴巴紧 袁玉 确实要跟乳墨学着点了 两个人赶紧应下 又听他道 你们既然知道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能否猜到下面将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嘛 两个人对视一眼 都摇了摇头道 看不懂 不会阎阁老就此告老还乡 从此天下太平了吧 想得倒霉 沈默副手在身后道 人家赖到八十三都不走 还能指望让他主动让贤吗 说着声音一沉倒 只有把他赶下了台 才能完成新陈代谢 除此之外 别无他方 听老师的意思是 一直沉默不语的徐师行 终于出声道 徐格老的体力 隐藏着杀招吗 不错 沈默赞许的点点头道 徐格老老谋深算 就像太极高手 招数使出怜悯不绝 不把对手打死 也要把他给累死 这俩学生这个汉呢 那哪是太极呀 这根本就王八拳呢 但甭管是王八拳还是太极拳 只要能打死对手 那就是好拳 此时此刻 徐阶的大公子徐凡 正在修建三大殿的储料仓库中 挥舞着双手怒吼道 东西呢 剩下的料呢 这库里怎么是空的 边上的公布官员道 大人 都用在三大殿上了 您非要库里有东西的话 只能再把三大殿给拆了 一派胡言 徐凡怒道 我来钱已经看过了 因着是我大明的三大殿 当初内阁分明多撇了三场的工程款 月初公布向内阁交账 是一分银子也没退回来 说全都购买了物料了 说着一指那说话的官员 你现在告诉我全用了 你敢对这句话负责吗 我们现在可以立刻去内阁对峙 那官员面色变了数遍 坑知道 这 这 这 徐大人 息怒啊 也许另有下情 但 但下官一个管仓库的 只知道来了多少料 出了多少料 结果进出相当 便以为是全用了 哼 徐凡看了看其他官员 一个个缩起脖子 问到谁都是一推六二五 一问三不知 没一个给他正话的 把徐凡给气得 差点冒了烟了 狠狠丢下一句道 哼 我治不了你们 总有人能治得了 哼 说完便拂袖而去 众官员是面面相去 心说 看来呀 这是找他爹去了 得嘞 那咱们也别闲着 赶紧去问问咱爹怎么办吧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却说徐凡气呼呼的来到了西院 为什么一看 又是徐个老的公子 也不阻拦 便放他进去了 让徐凡 顺利地来到了吴义殿 内阁赐府职房中 徐杰正在埋头批阅奏章 突然间 这门就被推开了 吓得他差点 把手里的本子都扔出去了 抬头一看 这儿子一脸气愤地站在那呢 看清来的是谁 徐杰这脸呢 顿时就拉下去了 沉声道 出去 爹 徐凡是来找他爹诉苦的 却被徐杰往外赶 自然是满腹委屈 我让你出去 我让你出去 徐杰一拍桌子 你身为下官 是这样进上官的职房吗 可不一直 就这么进的吗 徐凡心里头嘀咕着 却不想人家是看在他老子的面子上 才不跟他一般见识的 可到了他老子这儿 还这样 还指望他老子能给自己面子吗 无奈之下 只好出去敲门 重新来过 徐杰晾了他好一会儿 这才让他进来 爹 徐凡看徐杰对面有把椅子 便就是坐了上去 站着说 却听徐杰道 哎 徐凡只好站着嘟捺一句 孩儿都够苦的了 怎么到了 您这儿还让我吃蛆呀 你苦什么 徐杰沉声道 原先你可不这样啊 这变化也太快了吧 嗯 这才当了几天官啊 就跟那阎东楼学上了 没有 徐凡低下头小声道 孩儿就是着急急的 不是有意而为之 敢愿是如此吧 别跟小人得志似的 把好东西全扔喽 徐杰训斥了一去 便问他道 你过来 有什么事啊 徐凡委委屈屈的 是这么回事 爹 哦不 七病哥老 这三大殿 并没有余料可用 工匠们开不了工 您看 这可如何是好啊 徐杰文言 面色古怪 嗯 怎么会呢 那多出的三成预算 都用到哪里去了 徐凡道 我问那些酷大使了 可都说不清楚啊 那可是一百多万两银子呀 徐杰是一脸的肉疼 可不能说没就没了 皱眉寻思片刻 对徐凡道 这件事 你不要管了 先回去休息吧 徐凡出去之后 徐杰脸上的焦躁 神奇的不见了 他继续低头批乐奏章 直到将当天的工作量 全都完成 这才伸了个懒腰 舒缓了一下酸麻的背部 问左右道 张太月来了吗 早就等在外面了 书办小声道 快让他进来 徐杰说话间 看了一眼墙角的夕阳中 已经是深时默刻了 便改口道 算了 老夫和他一起下班吧 当见到一脸严肃的徐格老 张居正赶紧站起来 不知道接下来 将会发生神呢 第六百三十五集 燕归来 夕阳西下 时差还波光淋漓 银顶桥上 两个男子在并肩漫步 影子被拉得老长 这说并肩呢 也不对 那个年轻的 烧错了半个身位 让老者独自在前 又可以不费力地 看到自己 这老者正是徐杰 结束了忙碌的一天 终于得来着难得的闲暇 他深吸一口 和上清新的空气 对边上的男子道 太阳啊 你有好的人选了吗 这人选倒是有几个 张居正轻叹一声 吴时莱他们三个 仍在狱里 再把人往火坑里推 实在是鱼心不忍啊 不要担心 徐杰缓缓摇头道 这次我们能赢 是吗 张居正眼前一亮 老师 您找到延党的罪证了 他们的罪证 庆竹难输 只是有私 一直视而不见罢了 徐杰淡淡的道 不过 这次事关皇上的寝宫 是非查不可了 张居正先说 呦 看来当初老师提议 用三大殿的余料 这就是为了 给严世凡挖坑啊 于是轻声赞道 老师算无一策 阎东楼 在所难逃了 徐杰的面色 却不乐观 严世凡 自诩天下奇才 虽有吹牛的成分 但却是 大明朝的第一难缠 皆不可疏忽大意 只要你指缝一送啊 他就能又溜楼 学生明白了 张居正点点头道 户部都几世中 顾张志 功科几世中 王熙烈 监察御史 庞尚鹏 邹应龙 皆可担当此等大任 徐杰对张居正的栽培 最重要的就是将自己的人脉 交给他掌管 一旦徐杰指示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人都将听张居正的 顾张志 王熙烈 庞尚鹏 邹应龙 徐杰轻声重复着这几个名字 过了一会儿 悠悠地问道 这邹应龙 是秉承科的近视吧 张居正点头道 老师好记性 这个人很要强 有大志 胆气也足 足以担当大任 嗯 徐杰汉首道 你把资料拿给他 让他写这个本子 给老夫看看吧 是 张居正轻声酿下 华灯初上 严府中停了歌舞 一片的死气沉沉 被送回家休养的老严松 仰面躺在安乐椅上 失神地望着乌梁上方 自从回到家中 他是不吃不喝 甚至都一动不动 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 只有微微起伏的胸口 才能证明 他还活着 严世凡 闷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还在不停地埋怨着老父亲 只怪他 怎能犯下 那么幼稚的错误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严松不想质变 也懒得反驳 他感觉 真是累了 自己真的是撑不住了 强撑下去 也只能犯错更多 连最后一点圣券 都消耗光了 边上站着的严红 看不下去了 小声道 爹啊 您就小说两句吧 爷爷这么大年纪了 身体又不好 老子什么时候要你管了 严世凡正憋了一肚子气 没处撒呢 仰手就是一巴掌 啪一下 山的儿子是眼貌金星 捂着脸 不敢再说话了 但严世凡的怒气 好不容易找到了发泄口 却不会轻易地住了嘴 用村夫村妇般的乌言慧语 辱骂着自己的儿子 而且是越骂越难听啊 严松终于是忍不住了 喝了一声 严世凡 好大的本事啊 骂了老大 骂小的 你 你是我严家的老虎吗 严世凡这才住了嘴 慢慢地 我 我这 不也急了吗 我 你说这事一传开了 啊 那些墙头草 肯定又带摇晃了 对吧 咱们得想个折 赶紧搬回来才行啊 别想着 不是凉寒为尽了 没有哪一劲啊 能独领 风骚一百年啊 你啊 你啊 放眼看看 本朝啊 一百六十年啊 有哪一劲儿 是向我们严家 我们严家 该退了 退下来啊 不照人眼 皇上 念着 往日的情面 还能保 咱们家的周全 过几天 安生日子 严实凡 一听见 什么狗屁 安生日子 便满脑门子 窜火 枪忍着怒气道 那将来皇帝化了呢 有人找咱们算账呢 严松闭目沉默了许久 终是缓缓道 儿孙 自有儿孙福 一辈人哪 只管一辈人 管不了那么多了 然后断一断道 现在的正事是 你啊 拿着我的名词 去徐界家里 去请他 过府衣续 记住 要行 完备之礼 什么 严世凡难以置信的瞪大眼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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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 去请徐界 这意味着什么呀 啊 这意味着 他们认输了呀 对于向来 如奴 换臂般 对待徐界的 严世凡来说 这是万万万万万 无法接受的呀 诶 十十五折 微俊杰 严嵩 严嵩 十余年 从不敢以同僚论理 向来 齿里甚攻 且从不对 违逆 为了讨好严嵩 甚至还把亲孙女 嫁给了他的 孙子为妾 把自己的户籍 也从 松江 签到了 分仪 跟他贸任同乡 而严嵩 有了下言的 前车之鉴 不敢过分自大 也对他是 十分的客气 应该说 两人之间的关系 还是很融洽的 当然是 在徐界的 取义奉承的 前提之下 但严世凡 从来不把徐界 放在眼里 多行无理之事 这个 严嵩 却并不知道 说什么 跟徐界修好 果然 严世凡一听 就沈笑道 明争暗斗 这么些年了 早就是 你死我活了 这时候去 低声下气的 求他 除了把老脸 丢光了 什么用也没有 话 不能这么说呀 徐界不敢违背上意 他不会做得果活的 严嵩道 你到底去是不去呀 不去 严世凡脑袋 跟波浪鼓似的 我就是死 我也不去求他 你 你 严嵩闷横一声 不再说话了 那史之中 只听见父子俩 粗重的喘气一声 这时候 门外传来轻缓的脚步声 接着是老管家 严年的声音 少爷 您衙门的人来找 嗯 他们来了 严世凡毫不意外 让他们 去我书房候着 是 严年应了一声 退了出去 严世凡也起身道 嗯 我先出去了啊 你 你还想 干什么 严嵩瞪着他 别折腾了 再折腾 非把你自己 陪进去 嗯 不许去 哎呀 我爹 严世凡一脸委屈 不是 您 宁愿相信他虚界 也不相信自己儿子是吧 啊 哎呦 您相信吧 爹 他虚界只会落井下石 到时候来 只有咱们自己 能救咱们自己 自救 严嵩 斜辟了他一眼 我看 我看 是自杀吧 我 我 哎呀 严世凡都怯诈了废了 豁得转身出去 不离老傅在后面让他站住的呼喊 决然的离开了那世 严嵩是彻底虚脱了 直挺挺的往椅子上摔去 严红赶紧伸出胳膊给爷爷缓冲一下 揽着他慢慢躺下流泪道 爷爷 您可要保住身子啊 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咱们可怎么办呢 严世凡 自许 聪明绝顶 还 还没你个孩子 看得明白啊 严嵩虚弱地说道 他知道自己要是死了 严世凡恐怕连命都保不住 没准啊 还会连累村子们 便吃力道 放心吧 爷爷 不会死 为了你们啊 爷爷 也得撑着 说话间 竟是留下了浑折的泪珠 祖孙俩相对而弃 都感觉一意孤行的严世凡 将会把这个家带到毁灭的深渊 哭了一阵子 严嵩对严红道 红儿啊 去书桌边坐着 帮爷爷 写个本子 严红擦了擦泪 坐在桌边 坐在桌边 演好墨 提起笔站一站 便秉析等着 严嵩的目光 透过半敞开的窗户 望向昏暗的天际 但见老树婚鸭 卷鸟归巢 两眼间一片迷蒙 口中悠悠道 老朽之臣 言颂 叩首 其海骨树 同样是严府 严世凡的书房中 那些个陪着徐凡 视察库房的公布官员 派了两个代表来向他汇报 禀报完今天的情况 紧张到 哎呀 不疼啊 他好像去找徐哥老告状了 您可得早做防备啊 别让他们给咬着了 严世凡的脸上 却没有丝毫焦躁 反而露出得意的神色 哼 我早等着他告了我 两人闻严是吃惊不小啊 心是说 不是您不会是气糊涂了吧 见他俩是一脸的迷惑 严世凡更高兴了 他就喜欢这种 别人原理物理 就自己个儿心里明白的感觉 便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这就叫 置之死地而后生 你们等着瞧吧 他们不查便罢 一查 我叫他们后悔一辈子 见布唐大人如此自信 两个人也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听严世凡吩咐几句 便快步退下了 等那些人一走 一个相貌俊俏阴柔 面白无虚的男子 从屏风之后转了出来 严世凡 仿佛早知道他在那儿 毫不吃惊到 嗯 小华呀 方才他们私下说什么呢 那个被称作小华的 竟是当年赵文华的头号心腹 罗龙文 字号小华山人 赵文华倒台之后 便转头了严世凡 这几年功夫 竟又成了他的心腹了 看来 这个人确实有几分功夫 罗龙文 一胆洁白无尘的跑脚 坐在严世凡的身边道 回东楼宫 他们都对当前的形势不乐观 咱们还是得多加提防 以免他们反了水啊 严世凡 看看他那俊俏的脸庞道 哎 小华呀 你过滤了啊 他们都不干净 就是跳进黄河也都洗不清 说着恶狠狠道 要是敢把我卖喽 那大家就一块玩玩 罗龙文点点头 对严世凡道 嗯 东楼公啊 你真要拿这件事做文章 对 守着罗龙文 严世凡也不装英雄了 无险苍凉的叹了口气道 哎呀 要不是走到穷途末路了 我也不会用这招以毒攻毒啊 罗龙文理解的点点头道 小华的意思不是斥责东楼宫 而是说要闹啊 咱就闹个大的 双管齐下 甚至是多管齐下 搅乱京城这池水 让他们左之右捉 只要有一处漏洞 咱们就能浑水摸鱼 你这主意我喜欢 严世凡望着罗龙文 呵呵的笑道 果然不愧是小华啊 你跟我想一块去了 说着恨恨道 这次可不能让他们都安宁了 给我通知何彬 万台胡植他们几个过来 老子要好好布置一番 闹他一个天翻地覆 还有袁伟 罗龙文道 这事可不能少了他呀 袁伟 听到这个名字 严世凡这原脸 一下子就变长脸了 咬牙道 还替那老婊子做甚 他早就偷到须街的怀里去了 哪还认我这个救恩客呀 哎 东楼公此言差矣 罗龙文却不这么看 摇头笑道 原尾虽是个墙头草 但它有必须保护的地方 你是说 警王 严世凡眯眼道 对 就是警王 罗龙文汉首笑道 如果警王有事 原尾没二话 就得去解决 别说是混水了 就算赴汤蹈火 他也带去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啊 烟尸烦急道 你赶紧的 别卖关子了啊 我听说 经过那个李诗珍的条理 这狱王的身子 可是已经好的七七八八了 罗龙文酸溜溜倒 据说 可是要重振男人雄风了 哦 本宫明白了 严世凡府长笑道 小华 你太有才了 你真是太棒了 我明天就去约警王耍耍 东楼公亲自出马 那定然是马到成功啊 罗龙文赞道 小华 咱要是过了这一关 我就给你弄个使狼杠杠杠 严世凡拉着他的手道 哎哟 你啊 你可真是我的贴心人啊 哎呀 东楼公 您过奖了 罗龙文 修道 咱们说回沈默 在别人紧锣密鼓的筹备决战的时候 沈默也跟着失眠了 却不是为了那些勾心斗角 而是因为他的老婆孩子 明天就要回来了 这天擦嗨的时候 铁柱派人送信来 说明天中午 船到通舟 这下人们都觉着吧 老爷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把夫人和公子盼回来了 所以是兴奋的睡不着觉 也不能说他们就相差了 但是沈默不只是兴奋 还十分的紧张 甚至是颇为挠头啊 因为他把媳妇给要晕了 这才送回了苏州去 让若瀚是非常生气 曾经在信里扬言 要他好看 弄得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 而且啊 这么长时间没见着孩子 这会不会不认识我了啊 沈默是越想越担心 终于是彻底的睡不着了 索性就爬了起来 指挥着下人 把家里里里外外 再次打扫了一遍 原先呢 你们偷懒也就罢了啊 沈默对下人们训话 现在夫人回来了 你们可知道 他可是个狠角色啊 要是因为哪里积了老灰 哪里没打扫 干净被罚了 甚至被开了 我可不会帮你们说一句话的 下人们心说 哎呦喂 哪有这么说自己老婆的 啊 难道您夫人是母老虎啊 但也都不无令人 赶紧驱散了睡意 是提水擦窗 扫地出垢 干得十分仔细 沈安呢 也拿这条手 钻到沈默书房的床底下 扫出了一堆的鸡骨头 鱼刺刮子皮子什么的 哎呦 这家伙啊 见沈安看自己的眼神都变了 沈默无奈地叹了口气 嘿 他挺爱干净的一人啊 却要为徐卫背这个不干不净的黑锅 沈默气地问道 哎 那家伙干嘛去了 哦 他还睡觉呢 他 沈安道 哎呦 徐大人真太能睡了 外面都打雷了 他也听不见 哼 他呀 他都习惯了 打雷哪有他呼噜响啊 沈默道 得得得 这儿交给别人了 你赶紧把他叫起来啊 然后带几个丫头 把他给收拾出来 就 就按照新郎官的标准 给我收拾 沈安奇怪地问道 啊 不是 您这要干嘛呀 我说你管那么多干啥 赶紧来 沈默瞪他一眼 哎 不是 我 我要是没个正当理由吧 沈安道 就徐大人那脾气 还不把我撵出来啊 哎呦 那倒是哈 沈默点点头 想了想 嗯 这样 你就给他背两句词啊 哎 什么词啊 呃 彩袖殷勤捧玉中 割进桃花 擅影风 记住了吗 沈默问道 嗯 哎 记住了 沈安点点头 便赶紧去了 唯恐一耽误就忘了 一路上 还念念有词 反复默念 等到了徐卫的房间外 敲开门 对睡眼惺忪 一脸不悦的徐大才子道 嘿嘿 哎哎 这个菜油银紧 朋友重 啊 搁紧桃花 山映风 啊 你这 你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这 徐卫气得鼻子都歪了 把他往外撵 诗安忙道 哎哎 不是 这这这 这我们老爷的诗 徐卫愣了一下 但扔道 啥 那就跟你老爷 啊 再探讨探讨去 也别打扰我睡觉 说的 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把沈安的鼻子好撞 沈安捂着鼻子 眼泪都下来了 委屈道 哎呦 我就说嘛 定要被撵出来 啊 这念诗有什么用啊 这个啊 除非念咒啊 那也不能就这么回去啊 便刚要再敲门 那房门又开了 大白胖子一下冲出来 把那瘦小的沈安 一下撞出个定堆来 哎 我说 哎 你说的是不是 彩绣殷勤捧玉中 搁进桃花 善影风啊 只听徐卫 对着地上的沈安 大叫道 第六百三十六集 有情人 当勇俱首 彩绣殷勤捧玉中 当年拥鸟 当年拥队 当年拼阙 最炎红 五滴杨柳 标筹鸟 搁尽桃花善底风 从别后一相逢 几回魂梦与君同 今宵圣把银红照 有孔相逢 是梦中 这首燕己道的《浙姑天》 正符合沈默和徐位此时的心境 两人都把自己刷洗一心 天不亮就出了门 到城门口时还等了一会儿 才得意开门出城 便急匆匆的往通州去了 马车飞驰在去往通州的官道之上 沈默看着徐位之乐 你说他为了显得年轻些吧 把胡子都拔光了 为了显得苗条些吧 把这腰带都快勒舌了 为了显得俊朗些 他甚至让侍女还给他瞄了眉 见沈默看自己 徐位紧张地问道 哎 哎 怎么样啊 这个啊 你年轻不年轻啊 英俊不英俊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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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默笑着点头道 哎呦 您这不但年轻英俊 你还很骚啊 我这都缺你的吧 徐位刚想开骂 却想到今天要保持仪容 赶紧一开手中苗筋折扇道 哎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沈默这才注意到 他穿了件绣着精美云纹的赎紧长袍 腰间系着金玉腰带 这带上垂着何田玉的配饰 拴着往下看 靴子都是粉底带面的青云糖出品 可谓是一身的名牌啊 嗯 俗不可耐 看他这装扮好像个唱戏的 沈默简直是乐不可知 都笑出眼泪来了 不是 你这什么季节 你就拿个扇子你啊 你这山风还敢蚊子啊 徐位有些不好意思了 哎呀 我这不为山风 为风雅不敢蚊子装文明啊 沈默便又大笑起来 两人走一路 徐位被他取笑一路 也不是沈默多促邪 而使他觉着吧 如果这样去见那个人 估计啊 直接就得崩了 彻底绝望了 好在 徐位最终也受不了了 把身上这衣服挂件 全都除了下来 换上了原来的衣裳 等到通舟下车的时候 又是原来那个 不依葛金的山阴青藤 徐文长了 看他回复原来的样子 沈安吃惊头 哟 沈大人 您怎么没穿衣服 啊不 没穿那身呢 徐位狠狠狠地瞪他一眼 不理这个低级趣味的家伙 沈诺这才知道 原来徐位的浮夸打扮 竟是出自这家伙的创意 不禁摇头连连 严重地叮嘱沈安道 这日后跟人吹牛啊 啊 给我当过书童那段隐去 知道吗 不许提起来 啊 这可是沈安的保留节目啊 许许多多的段子 都是那时候的 这可让他怎么吹呀 不由苦这脸道 哎呦 不会吧老爷 你为啥不让提啊 老爷我丢不起那人 沈诺给了他个白眼 便往官船码头边去了 河水拍着河岸 大运河上永远是茫茫碌碌 四周是一片嘈杂 但沈诺心无旁骛 眼睛定定地望着南边的运河 每一艘出现在视线中的客船 都让他一阵的紧张 然后 在看到船头的旗帜之后 又是一阵小小的失望 那艘让沈诺千尝挂肚的官船 正在大运河上不紧不慢的航行 宽阔的甲板之上 两个四五岁大小的男孩 在撒花似的追逐奔跑 也只有这样的小孩子 在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航行之后 还能保持着旺盛的精力 他俩在这追来追去不要紧呢 可吓坏了那些丫鬟跟侍卫了 这可是在大运河上啊 万一两位少爷失足掉到水里 那大家还活不活了 只好提心吊胆的 护在一边 口中连声道 哎呦哎呦您慢点慢点 哎呦是少爷您慢点 但这俩小混蛋呢 根本就不听话 越叫就跑得越欢 这个时候 舱门打开了 一个衣着素大的女子 领着个盘山学部的孩子 从里面出来 两个孩儿见了 立刻停止打闹 地儿地跑过去 小嘴巴巴的 姨娘姨娘 那温婉窈窕的少妇 温柔地笑道 不是姨娘姨娘 是糖 糖吧 便柔声道 吃糖多了 可是会坏牙的哟 当看到两个孩子 可怜巴巴的样子 还是从袖子中 掏出了三颗 造型精美的水晶糖 递给其中一个道 阿吉是大哥 你来分给弟弟们 那个被叫做阿吉的 眨了眨眼道 姨娘又认错了 我是十分 说着 指了指边 是那个 跟他一模一样的小子 他才是阿吉呢 另一个小子 也点点头 一副正是如此的模样 那姨娘 伸出春葱般的手指 点一点 自称十分的 小子的额头笑道 小坏蛋 还想蒙姨娘来着 你上次磕的巴 还在下巴上呢 那小子 摸一摸自己的下巴 果然还有杆呢 便甜甜的笑了起来 姨娘真厉害 我就是阿吉来着 边上的十分叹了口气 小大人似的道 哎 阿吉哥 我都说了 你骗不了姨娘的 那姨娘啊 正是柔娘 他听到外面的叫声 心说 这都快见到老爷了 可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啊 便出来 把两位小爷哄进去 见两个导弹鬼 又想捉弄人 他佯装不快道 不吃就算了 我收起来了 便假装将三块糖 往锦囊中装 脚下也没停 就退回了舱里 这两个小鬼头 虽然是狡猾狡猾的 但毕竟 还是不到五岁的孩子 不知不觉 就跟着他进了舱了 我吃 我吃 阿吉拿过糖来 在手中比划了一番 发现三块糖中 有块小的 便对十分道 妈妈说 要敬老爱幼 我们要向仍仍学习 嗯 那怎么学呢 十分问道 平常年纪最小 我们要爱护他 阿吉便将一块大的糖果 递给憨憨的平常 阿吉点头道 嗯 我同意 然后呢 然后 我们三个中 我年纪最大 你们要尊敬我 阿吉将另一块大糖 收到怀中道 所以 也得给我块大的 说着 把最后一块小不点的 抵到了十分的手中道 那 这块就是你的了 你 你 你欺负人 十分憋着嘴 苦着脸 眼睛含着泪道 我 我也要知道的 给 给给 给 却是平常 伸出胖乎乎的小手 将那块糖 递到了十分面前 你留着吧 我不要了 我要那块 十分便飞快地伸手 去抢阿吉的那块 阿吉不留神 一下子被抢了过去 你还给我 阿吉哪能罢休啊 又反身去抢 两个人便扭作一团 扑通一声 摔倒在墓地板上 在那里滚来滚去 柔娘让平常站在一边 赶紧过去分开 这俩小祖宗 可谁知道啊 这俩小子跟泥球似的 累得他是满头大汉 也没逮着一个 不许多 突然平地一声吼 这俩小子瞬间就定格了 然后赶紧互相拍拍土 从地上爬起来的 走 咱们出去玩去 嗯 走 便想 脚底抹油 给我站住 那声音呢 其实并不凶 相反还很好听 但这俩小子 还是吓得一动不敢动 显然 平时被其整怕了 能让沈家两位公子 怕成这样的 那当然不是别人 俩小子慢慢转过头来 对那女子甜甜的道 娘 若翰比起一年前 并没什么变化 依旧是肌肤胜血 胶岩胜花 只是消瘦了一些 此刻 他冷着脸道 也不换换花样啊 闯了货就半可爱 这是男子汉 该干的事吗 你知道错了 两个小孩乖乖地 趴在地上 脱下裤子 露出雪白的小屁股 含着泪道 我们还小 轻点打 若翰原本一肚子火气 文言呢 又想笑 又不能笑 还生气 憋得他是脸都红了 他就纳了闷了 这小时候 粉雕欲卓 可爱无比的 两个娃娃 这怎么才四五岁 就变得狗都闲了呢 若翰每天都被气个三五回呀 简直都要抓狂了 心中哀嚎道 我的优雅 我的淡定 沈超生 你得陪我 这时候 里面又出了一个 倒姑打扮的俏丽女子 也过来给两个小子说情 两个小孩感动得流泪道 绿姑姑最好了 姨娘好 吕姑姑也好 就是娘亲不好 对不对 若汉气的柳梅倒树 这顿打 记着账 待会儿到了北京 等让你们爹来打 说着 气呼呼地转身就进了房了 柔娘对那吕道姑笑笑道 这里有我呢 您进去跟夫人说话吧 那道姑点点头 气声道 我知道了 便对两个小鬼道 别再惹你们娘亲生气了 知道吗 可不能让她带着气 见你们父亲啊 两个孩子似懂非懂得点点头道 啊 听吕姑姑的 那道姑啊 正是吕小姐 沈默 沈默写信给若汉 备数于吕家的恩恩怨怨怨 以及吕豆印 林中的托付 还有虚似的义网痴情 全都告诉了她 让她想办法 把吕小姐给弄到京里来 然后撮合这俩人 夫君大人的吩咐 若汉哪能不照办呢 她知道吕小姐的脾气 若是实话实说 绝不会跟着进京的 想来想去 便捏造了朝廷要追封吕豆印 并命其子女进京受赏 吕豆印有一子一女 所以吕小姐还有个弟弟 但正在日夜精进 用功读书 这一来一回啊 就得浪费小半年 吕小姐哪能让 弟弟耽误学业 终于决定 自己进一趟京城 当然了 若汉那个本氏老公 已经通过了一番运作 真的让李布 给吕豆印追加荣贤 让这两公母 倒也不算是纯忽悠 吕小姐跟着进了房间 若汉朝她道歉道 又乱发脾气了 让妹妹见笑了 两个人早就叙了尺 若汉比吕大小姐大两岁 吕小姐笑笑道 当娘的哪有不操心的 何况还是俩孩子 唉 原先也没这么皮啊 若汉有些郁闷的 都是在家里的老人 一伸手就拦着 硬是贯成了两个小魔星了 吕小姐眼中的羡慕 一闪即逝 微笑道 现在老人想护也护不着了 姐姐也别着急 慢慢教育就是了 我才不管呢 若汉一歪头道 养不教父之过 又不是当娘的责任 让她爹跟两个小魔星斗去吧 说完 拉着她的手 语重心长地笑道 这女人啊 是不能生气的 不然就成了黄脸婆 吃亏的 还是自己呀 姐姐这话可说错人了 吕小姐淡淡地笑道 小妹是方外之人 没有人让我生气 也不在乎自己的容貌 唉 妹妹 若汉心说 要是这样让她一点准备都没有 也实在说不过去 还是稍稍给她透点口风吧 便道 你才二十出头啊 大好的年华还在后头呢 难道就准备一个人过下去 嗯 这样挺好的 吕小姐道 衣食无忧 日子平静 心如止水 依然自得 还有什么好奢求的 比如说 若汉看了她一眼 婚姻啊 子女啊 没有这两样的女人 是不完整的 吕小姐心中一通微笑道 有人远 就有人缺 岂能让所有人如意 如果有机会 能让你圆满呢 若汉试探地问道 不会的 吕小姐终于听明白了 脸色一变道 姐姐说的 是徐先生吧 也不一定是她呀 若汉欲改迷章地笑道 说不定是别人呢 吕小姐何等聪明啊 已经意识到自己中了算计 脸色顺时间有些僵住 缓缓起身的 一路上 承蒙姐姐照顾 小妹感激不尽 但到了京城 万不能再叨扰 小妹 要去师姑那里借助 好吧 我跟你说实话吧 若汉无奈道 我们夫妻俩呢 确实有意撮合你和徐文长 他虽然年纪大了点 但却是天下文明的大才子 前途无限的汉林官 更喜事 中愧乏人 不会委屈妹妹做小 所以我们都觉得 你俩挺合适的 吕小姐紧咬下唇 颤声道 你们 还嫌我不够下贱吗 我 我是她的女学生啊 哎 那不算什么的 若汉连忙道 不就是娇娇诗话吗 徐先生都说了 你们没有正式拜师 可在我心里 她就是我的老师 吕小姐缓缓摇头道 此事休要再提 再提 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说完便转身出了门 也不知道 是说跟徐伟做不成朋友啊 还是跟若汉 哎 妹妹 见她转身走掉 若汉郁闷地叹口气道 哎 那都是些什么事啊 正在那挠头呢 柔娘一条帘子进来了 见她还没换衣服 笑道 夫人 还有半个时辰 就到通州了 您是不是 该准备准备了 他们三个呢 若汉起身往衣柜走 见柔娘自己进来 便顺口问道 让丫鬟 给换新衣服呢 柔娘笑道 小家伙们听说要见爹爹了 高兴得跟什么似的 啊 爹爹也是好爹爹 姨娘也是好姨娘 就我 不是个好娘啊 若汉郁闷道 你呀 别老护着他们 该管一呆管 不能老让我一个人当坏人啊 哎 你看 我穿这件怎么样 说着 在穿衣镜前比量起来 自我否定道 颜色太嫩了 要是年轻几岁还行 我看挺好看的 柔娘笑道 夫人本来就很年轻啊 年轻什么 都两个儿子的妈了 若汉又拿出一件来 哎 这件怎么样 也很好啊 柔娘道 看着就像仙女似的 若汉却摇头道 这件啊 太划贵了 咱们那位整天穿棉布袍子 这个跟她不搭调啊 一连试了几件 都不满意 最后只好气馁道 算了 不换了不换了 就穿平时的衣服吧 夫人 穿什么都好看 柔娘便过去给她梳头 微笑道 不用刻意准备 谁也比不过您的 那可不一定啊 若汉摇了摇头 两个人同时想到了一个人 一想到苏雪 柔娘顿感无比的庆幸 若汉却有些黯然道 这件事上 我做得有些过了 男人嘛 哪有不花的 何况 还是那么个倾国倾城的 红颜之急 我却高低不松这个口 把她一挡 就是好几年啊 这个我可不敢多嘴 柔娘笑道 是夫人和老爷之间的事 哎 你呀 若汉从镜子里 看了看低眉顺目的柔娘 摇摇头 笑了笑 没再往下说 在船舱里是 若汉还觉得自己有些自私 但当官船离码头越来越近 那个白衣圣雪 衣媚飘飘 立在码头边的男子 出现在他眼前时 若汉的心一下就紧了起来 转眼就忘了那点无私 心中立刻耍赖道 这是我的男人 我谁也不给 也不知道怎么了 泪水便扑扑速速地流了下来 擦都擦不干 瞬时间就恢复了小女人的娇弱 他这才明白 自己不能离开丈夫太久 不然再娇艳的花朵 也会枯萎的 第六百三十六集 五体 三月的通舟 已经是春风拂灭 那春风吹走了 一冬的灰蒙蒙 带来了明媚晴朗的天空 吹绿了运河两岸 带来了欢唱的音歌艳舞 风儿吹过 还带来一阵阵悦耳的铃声 那是城中高耸的燃灯古塔之上 悬着的上千枚的铜铃 在这温柔的东风之中 一起演奏出春的乐章 也让长途旅行的人们 感到浑身一松 因为看到这塔 便知道这段旅程终点到了 沈默站在码头上 朝着官船上朝思暮想的人儿们 使劲地挥手 哪还有一点朝廷命官的稳重啊 一看到沈默 若翰的眼泪就下来了 但船渐渐进了岸 他怎能在下人面前 失了竹母的体统呢 别用手帕轻擦塞边 使劲忍着泪水 要保持一位 四品告命应有的衣容 阿吉和时芬也看到了沈默 为了不至于发生 儿童相见不相识的人间惨剧 沈默特意留了 去岁分别时的装束 就连头巾都是当初的那一块 他显然是低估了 自己宝贝儿子的智商啊 两个小家伙一眼就把他给认出来了 在船上那是使劲的蹦啊 指着什么大叫道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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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娘则站在 平常站在稍靠后些的地方 小声道 那就是你成天念叨的爹爹 待会儿可要叫啊 船缓缓地靠岸 船夫抛出缆绳 等岸上的人固定住之后 再放下两边有扶手的闲踢 于是从船上到码头 便如履平地 闲踢一架好 阿吉和时芬便嗷嗷叫着 从船上往下跑去 可把沈默给吓坏了 赶紧一边叫道 哎哎 别跑 别跑 一边从这头就上了闲踢 弯下腰去是一手一个 将这两个皮猴子抱在怀里 可没料到 这俩小家伙的冲劲太大了 脚下的闲踢又不太稳 竟把他顶得脚下一松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见大人形容不雅了 边上的侍卫和船夫 赶紧把头靠过去 但怯笑两声 那是难免的 沈默也觉着有些没面子 但阿吉和时芬 都伸出小手 还着他的脖子 一边啪啪啪啪地叫着 一边在他两面的腮帮子上 用力地亲着 是直接秒杀了他那些 庸俗的想法 只剩下纯粹而幸福的笑容了 跟着两个小鬼头亲热丸子 沈默抬起头来 便一眼看到 如水莲花般娇艳的若翰 他突然有些腼腆 你 你回来了 若翰知道他是心虚了 但守着外人 当然要给他面子 扶一扶道 麻烦老爷来接了 哈哈哈哈 沈默见若翰跟自己端着 就知道他定是要秋后算账了 便打了个哈哈 夫人一路辛苦 快上岸歇歇吧 说着 朝柔娘怀里的娃娃 刺牙笑道 平肠 过来让爹抱抱 柔娘赶紧将怀里的平肠往前送 但平肠 毕竟是个不到两岁的小孩 也许是误以为娘亲要把她送人 紧紧地抱着她的脖子不撒手 不安地扭动着小身子 还吭哧吭哧地哭了起来 柔娘一下子局促起来 朝沈默歉意道 这孩子整天喊着要找爸爸 谁知见了面 竟眼生开了 沈诺心说 惨剧终究还是发生了 无奈地笑笑道 不妨事 小孩子人生蛮正常的 过了两天就熟过来了 说着使使劲 把阿吉和十分抱起来 架在肩膀上道 咱们呢 别挡着道 大伙还得搬东西呢 于是一家子下了船 等妻儿都在马车上安顿好了 沈默回头一看 徐卫还站在船边 痴痴地抬头望着呢 她刚想过去看看 却被车里的若汉给叫住了 小声道 吕小姐提前半个时辰下船 走路路进京了 什么 沈默傻眼了 这怎么好好的就下船了呢 难道提前走漏风声了 她已经知道吕小姐的顾虑 知道小之以情 动之以理的用处不大 所以决定霸王硬上宫 把吕小姐接回府上 让她跟徐卫一起住个一年半载 没事儿也给她生出点事儿来 可现在主角竟然半道下船了 这戏还怎么演呢 不是 若汉小声道 是我怕她接受不了 提前透了点风声 哎呀 沈默郁闷的 哎呀 女人呐 还真是 这好歹还知道久别重逢 没敢说别的 对她笑笑道 哎 你们先在车里歇着啊 我跟她说说去 沈默问清楚了来龙去脉 便走到桥首以盼的徐卫身边 这才发现 她脸上是出了一层的白毛汗 虽然这三月里春风和煦 却也绝对撑不上热 那显然是心里的汗 徐卫是那样的忘我 都没察觉有人走到身边了 直到沈默拍了拍她的肩膀 才猛然惊醒道 啊 怎么了 别等了 她呀 提前下船了 走露露进京了 沈默轻声道 什么 徐卫胖大的身子晃了晃 一脸沮丧 果然是 这抢扭的瓜不甜呢 我说你别这样成不成 啊 你拿出点爷们的范来啊 沈默给她打气 当年你弟妹也闹过出家 我就没放弃啊 死皮赖脸的赖到老丈人家去了 这不还是把媳妇给赖上了吗 徐卫低着头闷了一会儿 终是狠狠点头道 嗯 你说的不错 他去哪了 我这就去赖上去 这三四十岁的男人 也许别的方面还没成熟 但这面皮的厚度 那绝对是足够了 城东十里水云灌 沈默笑笑道 我呀 就不陪你去了 徐卫难掩面上的失落 狠狠点头道 行 你就别管我了 我这一趟是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我终不还 他就是块石头 我也给他误热乎了 见徐卫发狠 沈默赞道 对 你就得拿出这么不要脸的劲来 去吧 我支持你 徐卫便向他的侍卫要了匹马 直朝水云灌 飞奔而去 沈默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久久不语 他深知 如果换成了自己 既然落花有情流水无意 那就花子飘零水自流 从此娇娘 是路人罢了 可不会如此痴情 痴迷到什么都不管不顾 也许 只有徐卫这种 至情至性的奇男子 才会将一份丹裂 保存许久 仍然如太阳般 赤裂吧 他在这儿还没说什么呢 边上的沈安 却是摇头晃脑地感叹道 哎呀 问世间情为何物 直角人是五迷三道啊 沈默给了他一个暴力 你这种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家伙 知道个屁的感情啊 沈安这年纪啊 比沈默还小一岁呢 却已经是花丛老手 这家里家外 养着不知道多少女人 他老婆是经常找若瀚告状 若瀚便让沈默管管他 但沈默哪能管这种闲事啊 只让沈安小心 别中了人家的仙人跳就好 其实啊 就算中了也不怕 因为沈默从来都把这家伙 排除在机要之外 不让他舍密 一路上是紧赶慢赶 终于在黄昏城门关闭之前 进了城 等回到府上的时候 这天啊 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阿吉和十分白天疲累了 此刻夜已沉沉睡去 沈默将阿吉 小心地交给铁柱 自己抱着十分 捏手捏脚地下了车 一直抱到了房里 才让大丫鬟们 将少爷们抱去东乡安寝 沈默亲了亲熟睡的平常 对柔娘温柔地笑道 你也把老三安顿下 早点休息吧 柔娘知确地点点头 对若瀚和沈默服一服道 那妾身就告退了 便抱着平常出了房间 回东乡房去聊 下人们伺候着主人夫妇 洗了澡 换上舒适的衣裳 便退散干净 将空间留给二人 沈默望着坐在灯前 细细擦拭一头绣发的若瀚 她的姿态极为优雅美丽 雪白的肌肤与柔和的灯光相互映照 身上紧穿着薄薄的蛋黄衫子 更显体态玲珑婀 更散发着肌肤的幽香 果然是灯下看美人 越看越美丽呀 沈默不由心中大痒 反手把门关上 朝她伸手道 来 让你男人抱抱 若瀚停下手 攥着乌黑的绣发 一脸小哀怨道 你都不要我了 还招惹我干什么 这端庄的告命夫人 一下子变成了楚楚可怜的小女人 让沈默是从里头苏到外呀 舔着脸道 我想 结个谁 说着便柔身上前 一下把久别的娇妻 是搂在怀里 若瀚英宁一声 便迷失在这久违的温暖怀抱中 紧紧地反抱住她的男人 口中呢喃道 你真是个狠心的 狠心人啊 说到这儿便被沈默重重的吻伤 顿一顿 她便立刻给予热烈的回报 一下子便跨越了一年分别带来的声疏 凉久凉久 唇分四半 紧紧一吻便将若瀚吻得是双眸迷蒙 娇喘吁吁 嘴唇都有点肿了 沈默看了不好意思道 哎呀有些生疏了没情没中的 若瀚的娇颜通红仿佛要滴下水来一般 轻咬着下唇吐出两个字 把我进去 沈默一听哪有不从啊 抄起柔弱无骨的妻子 茫茫壮壮的便往卧室冲去 一如当年新婚之时 春霄一刻 鸳鸳交锦舞 背浪翻红 翡翠何欢龙 娇喘鹰蹄 眉带修贫聚 汗光以拟 朱唇 暖更容 柔和的月光 洒在安静的庭院里 地上一片洁白 夜风轻轻吹过院中的树丛 便有层层碎影 在地上摇曳 似乎还有细细滴滴的鸾鸽 拨弄着这撩然的夜色 久别相思苦 这一夜怎个销魂呢 死亦成欢 非累得无力 拥一万 汗流朱点点 才算停歇 云庭雨收 若汉秀发散乱的 依靠在沈默的胸前 赛雪七双的白心手臂 缓住他的腰支 享受着久违的满足 沈默便趁机解释道 去年的事情 你就原谅我吧 当时的情况啊 真是太危险了 我在天津卫都准备好船了 让你们先走一步 不过是唯恐到时候 赵云不周罢了 压根就没想过 跟你们分开呀 我知道 若汉慵懒地点点头 无限 妖娆地 撇了他一眼道 可有话 你不会好好说啊 为什么把人家要晕了 我是那么不懂事的女人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沈默识口否认 主要是我一时糊涂 这责任在我 跟你一比 我都没脸见江东父老了 若汉轻轻咬了一下他的胸口 哼哼的 下次再这样 我就再也不回来了 只要不是因为另一个女人 她就不会真的跟自己老公生气 事实上啊 对于丈夫独居这段时间的忠诚 她真的很得意 嗨 哪儿还能有下次啊 对吧 沈默笑道 你不知道吧 咱们哪 能过几年舒坦日子了 哦 若汉高兴地抬起头来 难道你可以离开京城了吗 看清啊 在他看来 沈默只要在京城一天 这日子就永远过不安生 嗨 我还走不了 沈默摇头笑道 但这惹事的祸根呢 就快走了 以后就是徐哥老一统朝堂 咱们呢 就能想几年清闲咯 若汉是冰雪聪明 听明白沈默的意思了 至少有两重 一是严家父子快倒台了 二是徐阶上台后 不会重用自己的夫君 普悠撅起小嘴道 你为他们拼此拼活的 他们能赢 多半是你的功劳 就算再偏心眼 也不该罚你闲置啊 沈默轻抚着他光滑的肩头笑道 你啊 太高看那些人了 他们还没那么大本事 说着叹口气道 其实啊 你老公我现在是升降任用 不归力不管 内阁也管不着 只有一个人说了算 那就是我们大明的嘉靖皇帝 皇帝 若汉瞪大眼睛道 你不是吹牛吧 虽然嫁给了沈卓妍 但对于皇权的敬畏 还是让他觉着 这皇帝是高高在上 不可能为了一个年轻的臣子 多费心思 沈默刮了一下他的小穷鼻 笑骂一声道 哼 竟敢不信你相公 该打 说着 轻叹一声道 唉 我呀 也是最近才品过味来 皇上可能有他的考虑 要把我晾一阵子 多长时间 若汉忽善着眼睛问道 也许一年半载 也许三年五载 沈默苦笑道 谁知道呢 难道这么长时间 你都不用去上班吗 若汉追问道 好 那倒不至于 估计会给我一个闲职晃悠着吧 沈默摇了摇头 叹口气道 哎呀 有时候啊 年轻就是一种错呀 不过 我宁愿一错到底 说着 看了一眼若汉道 这样也好 可以 多陪陪你们了 嗯 若汉使劲的点头 如是负重道 我快被那两个小东西 愁死了 正好你这个当爹的 有闲了 就多费心 好好教育一下他俩吧 让两位爹爹 给灌得太不像话了 三天不打 上方接瓦呀 只要一提到两个小东西 若汉就立刻温柔全消 郁闷道 我都快被气成黄脸婆了 沈默赶紧安慰夫人 哈哈 全交给我啊 你放心吧 说着 想起什么事地问道 哎 来时的路上 我问两位父亲大人 近况如何 你怎么支支吾吾的 便有些紧张道 莫非 谁病了 伤了 都没有 若汉摇摇头 小声道 两边老爹的身子骨都很好 吃得香 睡得好 人也整天乐呵呵的 完全没事人似的呢 说着 看了看沈默 声音滴滴的 不过 公公有个事 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说吧 沈默点点头道 咱爹有啥事啊 还是我爹爹 让我转告你的呢 若汉道 他说公公 还不到五十岁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一个人过日子 难免凄凉 沈默文言 点点头道 我知道了 我爹 想续贤 对吗 倒不是续贤 只是 添个偏房罢了 若汉道 公公 似乎有忠意的了 就等着你点头了 沈默知道 这是当年自己 强烈反对的后果 这些年 他早就想明白了 老人的快乐 比什么都重要 至于自己的感受 甚至将来的麻烦 都是可以克服的 便痛痛快快道 我明儿一早啊 就给爹爹写信 看着好的 就收了房吧 那几房我都不管 又问若汉道 哎 岳父大人 有想法没有啊 要是有的话 一起办了多好啊 我爹都快七十了 若汉郁闷的 哪有这样疼丈人的 怎么不行啊 人家八十 还有生娃娃的呢 沈默呵呵一笑 最好啊 再生个一男半女的 让他老人家 也不寂寞呀 讨厌了 哪有这样 编排老丈人的 若汉不一的 扭动了身子 我爹爹身体不好 你可不能下出主意啊 感情 他也接受不了了 好好好 当我没说啊 沈诺偷想道 哎 你可别再扭了 再扭 可又出事了 我 就是要出事嘛 若汉 媚眼如思道 原来啊 他又动情了 哗 我怕你不成 沈诺一瞪眼睛 吟湿道 芙蓉 仗暖杜春宵 反正明天不早起 说完 又是一番 以你无限 自然 不能细表 第六百三十八集 魅力无限 若汉跟沈诺商量好了 既然没公务 那这教育 下一代的重任 当爹的 自然是责无庞贷 他答应的倒挺痛快 可谁知道 整天就知道 带着三个孩子玩 摸鱼啊 玩蜘蛊 斗圈圈 放烟花 逛天桥 捉迷藏 玩的是极其投入 就连他都整天 弄得一身泥巴 哪还有原先的风流模样 看起来啊 就像要把童年的遗憾 都补回来一般 若汉起先呢 还能忍住 心说 嘿 这是分别太久了 父子俩先亲热亲热吧 可是一会儿都过去半个月了 还是这么玩 孩子们整天开心的不得了 他这下可坐不住了 本以为有个状元爹叫着 这就该一万个放心了 可谁知道 沈诺竟是一味的带儿子也 哪有这么教育孩子的 他心说 我得跟他谈谈 便委婉地向沈默道 老爷当年 也是这么教你的吗 啊 当然不是了 沈默摇头道 我这么大的时候啊 都已经开始写字了 我能被三字经 百家姓 当然 他说的是这一辈子 那你 若汉强忍着气氛 用平和的语气道 是不是也该教孩子们读点书了 不急吧 沈诺却不以为然道 这还不到五岁呢 过两年再说 还要过两年 若汉的声音明显变尖了 人家的孩子已经开始识字了 他俩怎么能再晚两年呢 这一开始就落下 将来要追 可就吃力了 哎 何必呢 沈默叹口气道 这四五岁的孩子 懂什么日月 迎则陈苏列张啊 天真烂漫的小人 被龟齿逼得死即应背 小手都打肿了 眼圈都哭肿了 却硬记那些完全不懂的东西 我说你这当娘的 你忍心吗 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能不心疼吗 若汉眼圈发红的 可是这年头 不读书有什么出路啊 你不也是十年寒窗苦 才换得一朝天下枝吗 怎么到了自己孩子 就不让读书了呢 这得亏是亲生的 嗨 我没说不读啊 只是这还不到时候啊 沈诺缓缓道 既然让我教孩子 那我怎么管 怎么教 你就不用操心了啊 反正横竖 不会给你教坏了就是了 见他主意已定 若汉也没辙了 叹息道 反正是你自己儿子 将来没出息 可别赖我没生好 沈诺拉着他的手笑道 哎呀 瞧你说的 咱的宝贝儿子 我能不伤心吗 啊 这事我自有主意 啊 你就一万个放心就好了 若汉无奈地点点头 心说 我哪能放得下心呢 也只能由他去了 只见这天早晨 沈默抱着平常 跟阿吉和石芬并排坐在门槛上 仰头张望着房檐下 经过的下人们都是眼口偷笑 也让若汉无可奈何 起先是阿吉和石芬先发现的 有一对燕子在王檐下筑巢 小孩子对着不速之客不甚欢迎 想要用猪肝把它们撵走 但沈默告诉他们 燕子来咱家筑巢啊 那是咱们的福分 可不能撵走了 为什么呀 四五岁的孩子 最讨人燕的地方 就是没完没了的为什么 但是好在 沈默甲甲也是一代才子啊 应付起来自然是毫无困难 他反问两个小家伙道 你们喜欢春天呢 还是冬天啊 春天 孩子们道 那为什么呀 沈默笑道 春天不用穿棉袄 春天开花 不冷可以吃果果 对他们的发散思维 沈默十分的开心 说得太好了 那这个小燕子啊 正是抱春的使者 他们飞到哪里 就给哪里带来春的绿色 你们想把春天赶走吗 不想不想 孩子们一起摇头 便蹦蹦跳跳的 对那闲着草叶进进出出的燕子道 想燕子 开住下吧 噓 沈默伸出食指于唇边 小声道 这刚来的小燕子 都是怕生的 咱们哪 得小声点 可不要吓到他们啊 等住好了巢 就不要紧了 孩子们赶紧捂住了嘴 唯恐真把春天给吓跑了 于是从这儿往后的几天里 看小燕子筑巢 便成了孩子们每天必做的功课 吃完早饭就坐在门槛上 看着那对燕子夫妇 闲着草泥飞进飞出 视察工程进度 但那对燕子应该是对心嫩 对这筑巢啊 还不在行 不停地有泥巴草叶掉下来 都两天了 才累了那么一点点 看着燕子夫妇白忙活 让阿姬和十分十分着急 爸爸爸爸 我们帮帮他们吧 沈默轻拍着怀里 已经睡着的平常 不着急啊 小燕子自己会弄好的 如果咱们帮忙 弄她的巢穴了 那小燕子回来了 就永远都不会在咱们家了 啊 孩子们瞪大眼睛 为什么呀 因为小燕子有志气啊 自己的事情 一定要自己做哟 沈诺微笑道 你们都这么大了 还有娘亲帮着穿衣服 吃饭也要大人喂 是不是该向小燕子学习呢 嗯 孩子们懵懵懂懂的点点头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但是都不想输给小燕子 孩子们看累了 沈诺便让他们靠在自己的膝上 教他们唱起了诗经上的歌 燕燕鱼飞 插持其余 知子于归 远送于也 当然是只教这四句 也不求他们寄牢靠 只要孩子们能体会到诗歌之美 不忘这可爱的小燕子 也就可以了 整整三个月里 沈诺都尽情享受着 何家团圆的天伦之乐 或是带着妻儿 至京郊踏青 或是在家中与幼子嬉戏 一家人是其乐融融 恍如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但在京城这个马蜂窝中 又岂能独善其身呢 就算你不找麻烦 这麻烦还找上你呢 就在那堆燕子 终于筑巢成功 孩子们喜悦得蹦蹦跳跳时 又一个不速之客上门了 老爷 有位邹大人 说是您的童年 沈安奉上一份朴素的名词 沈默看了一眼 点点头道 请他前厅用茶 我换身衣服就出去 把孩子交给柔娘 她进屋里洗洗满手的泥巴 又让丫鬟梳了头 这才换了件干净的直舵 出了锤花门 这前厅中啊 一个相貌愁苦的中年官员 正在那坐卧不安 不时地张望着 遮住里门口的屏风 直到沈默从那里面转出来 他才面色烧定 忙不迭地上前施礼道 哎呀 邹应龙见过年兄 哦 云青兄 别着急 咱们坐下慢慢说 沈默看他额头冒汗 惊热地请他坐下 听沈默准确地叫出自己的婊子 那云青兄 邹应龙面上是一阵的激动 待侍女看茶退下后 他深吸口气道 厚着脸皮来找江南兄 请您给出出主意啊 沈默微笑着问道 遇到什么难处了 这就是让他心折的地方 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从来不废话 总是结成相助 邹应龙心中又是一暖 看了看左右道 哎 这 此事机密非常 但讲无妨 沈默道 这里说话 传不出去 好 那我就说了 邹应龙点点头 便向他倾诉开了 原来 这位云青兄邹应龙 是陕西西安人 秉晨年的近视 是沈默的童年 但这成绩却不如人意 仅以三甲同近视基地 所以 平素里有些自卑 不大与童年接触 尤其是建了汉林院的沈默等人 基地之后绑下即用 受了行人司行人 五年后 转迁督察院 成为大明朝 一百一十名监察御史中的一员 郑七品 他们这一科的童年心醉起 向来是互通有无 相互帮衬 在几个强力人物的协调下 谁有机会往上升 大家都是想着法子找关系 一起把他捧上去 然后升上去的 再拉扯后进的 所以啊 这官升的可都不慢 在京的好几个都升到了五品 大部分可都是六品了 这地方上的 也有不少干到的知府 知州 或者是在省里高就的 像他这样六年多了 还原地踏步的 却已经不多了 邹应龙因为没有得力的同乡 又不大与童年交往 不禁仕途上不得舒展 这日子过得也极为窘迫 御史又有个外号 叫做鬼都不理 谁都不敢送孝敬 所以只能指望着那点可怜巴巴的俸禄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这些年朝廷银根吃紧 只能发半缝 这交了房租之后啊 连养活妻儿子女的钱都不够 还得靠老婆跟长女给人家打零工 才能勉强度日 她是出身贫寒 拼命读书 时指望着有朝一日能金榜提名 摆脱贫困的折磨 让家人过上扬眉吐气的日子 可谁知道 这进士也中了 官也当了 可这日子却依然窘迫 面对着家人的冷言冷语 邹应龙是倍感愁苦 终日育育 所以看上去比十几年龄要大得多了 所以当张居正找到他 问他愿不愿意弹劾严氏凡一本 将其一举拉下马时 他心动了 因为张居正告诉他 虽然之前的弹劾严党的月中四箭 人五三子等人均以悲剧收场 但这次的结果会有不同 因为弹劾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只等着水到渠成 寡熟地落 成功了 他将成为政坛的明星 会实现智的跃迁 不成功 徐格老也会保住他的神家性命 让他不必重蹈前辈的覆辙 这邹应龙是西北人 有着南方人所没有的淳朴 不知道世上有三样东西 男人对女人的誓言 女人对男人的眼泪 和政治家对任何人的承诺 这都是最靠不住的 所以在短暂的犹豫之后 他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当然 当时是光想着光荣去了 至于这艰巨是事后回到家才发现的 当白日梦带来的激动散去了 他才想起严党的强大可怕 二十年来 胆敢挑战他们的人是非死即亡 下场是极为的凄惨 早就吓破了英雄胆 哪怕严党进步如稀 如明日黄花 也依旧可以将冒犯者打入 万劫不复 邹应龙身为御使 还亲眼目睹了一个怪现象 从去岁年末至今年半年 满朝皆知 严松父子以施圣意 徐阁老取而代之成为必然 可只要有官员 甚至是磕到严官尚书弹劾严家父子 那倒霉的肯定是他们自己 邹应龙还听说了 严家父子控制负责接收 呈颂奏章的通政司 只要是弹劾他们负责俩的 其党羽就会抽出来 交给严世凡亲月 若是往年呢 这种奏章往往难逃 复之一句 上奏的大臣 也会遭到严厉的惩罚 以敬效忧 但是这阵子 严世凡的举动非常诡异 一本弹劾的奏章都不扣 哪怕把他们父子俩都骂成 祸国奸贼 窃国大盗了也不怕 只对通政司的人道 全都递上去 越多越好 其党羽担心道 小哥老 您就不怕吗 我怕什么我 严世凡冷笑道 就这么递上去 我倒要看看 谁会倒霉 结果呢 那些奏章摆上佳境的暗台之后 全都如泥牛入海 而本想投机的官员们 也全都被送往了御神庙 跟吴师来几个人 做伴去了 甭管是改于粘虎须的 还是想要投机的 全都进去了 谁能保证 他将成为例外的一个呢 邹应龙照了照镜子 悲哀的发现 自己还真没长出个 福大命大的面相来 于是更加的信心不足了 几度想把那些烫手的材料 放进灶里做饭 可是一回头 一面对老婆孩子的奚落嘲笑 他又实在是不愿意 继续窝囊下去了 想要豁出去 拼上一把 决断是如此的难 纠结了半个月 他都没想好 到底是上不上这一本呢 但那边张居正可是等烦了 他对邹应龙道 如果你觉得有困难 那就把材料还给我 我让别人去干 别别别 我干 我干还不行吗 邹应龙这下着急了 我这个月 我保准上奏 张居正便跟他约定了期限 四月初一休暮日前 一定要将这奏章成上 临走前 还壮若无意的提醒他 听说你那一颗里高人很多啊 不妨跟他们取取经嘛 邹应龙起先呢 没在意 可眼看着这七线一天天的逼近 还是心里头没谱 不知道这奏章该怎么写 才能逃过那些前辈的恶远 这个时候他才想起张居正的话 心说 哎呦 看来真得找个高人取取经了 可是找谁呢 那些同乡吗 哎呦 这还不如自己明白呢 想来想去 他觉着有一个人最合适 那就是丙尘科的班头 六手天下无的沈墨沈卓妍 从登科那天起 他就是这般铜窗中的风云人物 开海进 慕苏松 掌国子 干的那都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当的都是别人一辈子都当不上的大官 虽然很多前辈看沈墨不爽 但他们那帮童年却特别的推崇他 这理由很简单 因为沈墨官当的再大 别人也占不着他便宜 只有那帮童年 时指望着他能够飞黄腾达 然后拉兄弟一把了 加上沈墨为人谦逊低调 热情周到 从不以自己的学历资历压人 反倒是热心的为童年奔波服务 不管是地方还是中央 只要他能施加影响的 都会全力的帮童年争取 这哪能不得人心呢 加之 还有一般穷林社的铁杆兄弟 让他变成了秉辰客 当人不让的领袖 虽然邹应龙 平素跟沈墨的接触不多 但有问题想要找人求教时 还是第一个想起了沈墨 这就是魅力 看不见摸不着 可以先天星成 也可以后天修炼 它能让人不自觉的向你靠拢 对你心折 甚至都没来由的信赖 而且啊 这只算是初级境界 一旦这种魅力 和令人心折的外貌 非同一般的能力 结合起来 哎呦 那才叫真的了不得呀 但不幸的是 福获两相依 这有好必然有坏 这种魅力 在给沈墨带来墨大好处的时候 同时也带来了墨大的麻烦 比如说无聊的嫉妒 比如说无端的麻烦 在听完邹应龙的讲述之后 沈墨心中只有一句话 我顶你个非呀 但不是顶可怜兮兮的邹应龙 而是顶张居正那个死锤子 还极有可能是策划者的徐格老 他刚刚有了自保无虞的本钱 可以不用终日提心吊胆 想要置身室外 过一段安静日子 来个坐看风起云涌 只等水落石出 但那老毛深算的徐杰 显然是不想轻易放过他 还得让他招风惹雨 战斗在岛岩的第一线 但沈墨那是绝对不会答应 他不想在岩党倒下之后 自己成了最乍眼的一个 锋芒外露 人人远之 那无疑会让他成为 所谓的孤臣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之上 混成孤家寡人 那就真是离死不远了 第六百三十九集 最后一本 如果这时间到回半个时辰前 沈墨绝对会从后门溜掉 就算是被人笑作无胆鼠类 也不愿意跟这件事沾边 归根结底 加进皇帝陛下之所以让他靠边站 不是为了让他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而是对他之前那锋芒太陋的警告和博程 如果自己还不实现 那在这个节骨眼再跳出来的话 必然会激怒皇帝 从而引起难以挽回的恶果呀 这一次可不像是二月会事那次 只需要在掌握罪证之后 稍加威胁 原委就得乖乖地就范 不显山不漏水就把这事情给办了 谁也没惊动 这一回可是两党的终极决战 哪怕许党占了多大优势 也不可能兵不邪任 不声不响的 就将那旧势力给击败了 这严党经营朝堂二十年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可都满是其党羽呀 虽然经过许党一番连销带打 已经是骨干尽折 羽翼分落 可终究 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总会在眼看覆灭的时候 迸发出强大的反击 让胆敢挑战者付出血的代价 沈默对决战前双方的实力 进行了评估 相信许党能够取得最终胜利 不过这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必将是损失惨重 失掉一部分人望 这无疑是他最愿意看到的 毕竟 他虽然名义上是徐阶的学生 但已经孵化了自己的小阵营 正可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但这徐格老显然是不想让他独善其身 这就要硬拉他一块下水 这一本谁上都无所谓 可偏偏呢就安排给了邹应龙了 这就是分明知道他沈卓妍身为炳辰科的魁首 不能不帮老同学这个忙 这是要借助自己的能力是一方面 更主要的是想将自己推向前线跟阎党肉搏呀 这样无疑可以分散阎党的火力 减轻徐党的损失 还能削弱沈诺这个明日栋梁的地位 对于徐杰来说 这无疑是一举三得的妙招 沈诺终于无奈地承认 无论自己如何是好 如何装孙子 都换不来徐格老的真心相对 他也终于是认命了 看来自己始终不是徐杰属意的接班人呢 而更悲哀的是 为了给他选定的接班人创造优势 徐杰必然会不断地明里暗里地打压自己 以及一切有威胁的人物 沈诺心中又一次想起了那神圣的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自己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江南兄 江南兄 自从把来意道明 邹应龙便见沈默呆坐在那 面上的表情是阴晴变幻 还一阵阵的咬牙切齿 这让他坠坠不安 心说 哎呦 是不是怪我给他惹麻烦了 便小声道 您要是为难也不要紧 能跟您倾诉一番 在下就很开心了 说着便要起身告辞 沈诺这才回过神了 伸手示意他坐下 笑道 我不是在帮你想办法呢吗 哎呦 那真是麻烦您了 邹应龙高兴的坐下 心说 哎呦 您这思考问题的方式 还真独特呀 云青兄想搞清楚 为什么大家都明白 阎党已成明日黄花 但谁上本谁遭殃对吗 是的 邹应龙道 这弹劾奏章写得越灵厉 罪状铺陈的越静心 他就会越倒霉 难道这阎党 他失了法术不成吗 沈诺摇头笑笑 阎党是失了法 却不是什么法术 而是无赖法 说着压低声音道 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 阎家父子无论干什么坏事 都打着皇帝的旗号 远了说杀夏炎 近了说杀阳娇山 已经每次横征暴敛 以权谋私 无不先蒙骗圣厅 得到皇帝的认可之后 才会去做 确实如此 邹应龙有些明白了 您的意思是 皇上圣明 焉能有错 沈默垂下眼皮道 邹应龙叫了一声 已经完全懂了 因为阎党干什么 都牵扯到了皇帝 所以谈和的奏书 将那些事情说得越多 皇帝越不能接受 所以 不但搬不到严嵩 还逆了龙颜 惹祸上身 不由脱口而出道 原来 他们绑架了皇上 沈默不动声色的点点头 不明白这一点 就永远破除不了这套把戏 是啊 是啊 邹应龙也点头道 哎哟 多少人都看不到这一点呢 哎呀 白白葬送了前程 甚至是性命啊 不 你错了 沈默却摇头道 他们的牺牲没有白费 没有他们前赴后继的弹劾 想要推翻阎党 无疑是吃人说梦 说着 缓缓道 只是取得胜利的方式 未免太残酷了一点 哦 邹应龙不懂 他们都失败了 难道也有用吗 对 他们是都失败了 但这只是众人周知的那一面 可还会带来另外一个结果 却不是人人都能知道的 沈诺轻声道 当今圣上聪慧过人 也许能被蒙蔽一时 却不会永远被人利用 而不自知 虽说皇上不因为弹劾 而废捉严家父子 但一次次弹劾接踵而至 在不得已庇护严党之余 他的心态必然会产生变化 是啊 圣明无果皇上啊 邹应龙其实不笨 揭插道 见别人老打着自己的 岂好做坏事 给自己抹黑 皇上定然会不悦的 没错 沈默赞许的汉首道 以皇上的聪明 经过一次次的重复之后 就算没有证据 也能猜到 严党对他的利用 如果你的奏章 能在进攻严党的同时 不伤到皇上的面子 我相信陛下会很乐意顺水推舟的 江南兄的意思是 邹应龙两眼发亮 我的奏章要只针对严家父子 专找不会牵扯皇上的方面下手 对不对 不错 沈默微笑道 不过还应该缩小一下范围 只打严世凡一个 不要涉及到严格老 这又是为何呢 邹应龙道 严格老侍奉皇上二十年 虽然对苍生造孽不少 但对皇上可是兢兢业业 勤奋卑制 我皇慈碑 不会不对他另眼相看 事实上 严党这一年来 就靠着这点圣券在维系了 沈默为他分解道 直接对严嵩动手 难免会让皇上 生出侧隐之心呢 那弹劾严世凡呢 邹应龙问道 那就没问题了 沈默道 天下人都清楚 严格老垂垂老矣 公文批示 阴谋算计 都是出自严世凡之手 所以才有大哥老 小哥老的绰号 去岁听闻武皇 曾勒令严世凡 不许再用小哥老 这个称呼 对其窃权的厌恶之心 可见一斑呢 哎呀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邹应龙道 那我这奏折 就专攻 严世凡一个 端一端又道 只是他的罪状 敬竹难输 还请江南兄赐教 该从哪个方面下手 比较妥贴呢 还是那个原则 不要涉及皇上 只要是严世凡一个人的罪 那就可以用 沈默道 比如可以弹劾他 倚仗父亲的权力 贪赃妄法 买官惜绝 为朝廷选拔官员 不论贤能与否 而论其对严家忠心与否 贿赂到位于否 如此励志大坏 国家深受其害 嗯 邹应龙点点头道 这个跟皇上没关系 还有很多呢 沈默淡淡道 比如 我听说严世凡 居丧期间 不遵理智 吹弹歌舞 瞎记拥切 日夜宣言 当今陛下致孝 如何能容忍此等禽兽行径 我知道了 邹应龙想了想 从袖子中掏出一拢文件道 哎 您看 这个能用吗 沈默看他一眼 心说 呵 这家伙上门求教 这还留了一手啊 面上 仍然是不动声色 拿过来展开 细细阅读 正是三大殿工程的账目留下 沈默对数字迟钝得很 看了半天 不明所以 只好翻到了最后一页 看最后给出的结论 历年累计拨款 减去历年累计开销 总计三成工程款 不知去向 家境三十六年大火 这前三殿 凤天门 文武楼 武门 全都被烧了 外宫 几乎被烧为白地 邹应龙在边上解释道 而后 由严氏凡主管 从家境三十六年 开始重建 到今年 刚刚完工 历时将近五年 累计拨银近千万两 也就是近一百五十万两银子 从账上消失了 嗯 沈默缓缓点头道 从账上消失之后 都留下哪了 当然全都进了 严党分子的腰包了 邹应龙毫不怀疑 那证据呢 沈默淡淡地问道 只要皇上下令 有私追查 就一定能查出来 邹应龙道 沈默笑了笑 似乎有些话是添足了 但这件事足够大呀 邹应龙道 试设象征 我大明皇权的三大殿 皇上一定会震怒 下令追查到底的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沈默缓缓摇头道 但既然一切确定的东西 就足以将严实凡拿下 又何必节外生枝呢 其实啊 沈默还有别的想法 但不会跟邹应龙 和盘拖出罢了 周应龙点点头 表示同意 两个人说了很久 眼看着到了饭点了 沈默留饭 可他那是满腹心事 哪有心虚捣扰 便推辞还家去聊 沈默将邹应龙送到了门口 戴琪离开之后 还站在那里是久久不语 自始至终 他都没吩咐邹应龙保守秘密 不要说出 是自己给他出的主意之类的 因为他觉着 既然主意是自己出的 那就有义务帮他承担一些 不能光想着独善其身 沈默不禁自嘲地笑道 哎呀 这人家当官啊 都是越当心越黑 我怎么比上辈子还是善良呢 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呢 是他自己没觉出来 这一世寒窗苦读十余仔 虽然为了应试攀登 可孔孟之言 圣人教诲已经在他身上 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在闪恋和唐顺之等优秀师长的影响下 他已经脱胎换骨 少了前世的几分庸俗自私 多了今世的几分君子之气 前世对他来说 只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记忆 今世的沈默才是最真实的他 一个有着超前意识的儒者 一个以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大名官员 如此 咱们按下沈默不表 且说 邹应龙回到家中 摘戒沐浴焚香 开始写奏书的时候 还是感到一阵阵的恐惧 虽然已经向沈默取了惊了 但邹应龙毕竟年长他十几岁 并不会简单听话照着做 而是有其自己的判断的 或者说对自己有利的当然要听 对自己无利的就不会听 沈默说 不要把三大殿扯进去 但邹应龙不这么看 他觉着仅凭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还不足以将严实凡置于死地 而严实凡只要还有一口气 严党就不会完蛋 干死自己就跟掐死只蚂蚁那么简单 他觉着在这件事情上 沈默没有为他考虑 所以不能照着做 反复纠结了很久 邹应龙为了避免打虎不死 反遭歧视的最后还是决定 把这件事也写进去 想好了这一环 邹应龙便再无疑惑 避连夜沿默挥毫 善成奏稿 隔日交给了张居正 张居正展开阅读 督察院监察御史 陈邹应龙 一本为参奏事 窃以公布侍郎严氏凡 借吉父权专利无宴 私善封赏 广致落疑 使玄法败坏 世道功行 群小敬奏 要价转据 松父子顾及援州 乃广之良田美宅于南京 扬州 无律述所 以豪浦严东主之 世事惊吞 民怨入骨 外地谋利若是 乡里可知 这是说 严世凡父子贪污受贿 抢占民宅的 但是最要命的 还在下面呢 松妻并毅 圣上书恩 念松年老 特留事凡事养 令其孙 胡 扶亲难还 事凡乃具 虾客 雍燕姬 远武汉歌 人计灭绝 至炎湖之无知 则以祖母丧为奇获 所知义战 要所百端 诸丝成命 俊燕为空 仅凭这个 张居正就觉着 竟能让严世凡 吹灯拔拉 再看下面 是谈和的第三部分 事凡为公布 唐官 全权总理 三大殿 附建 然 公必建成 经有私审计 经有三成拨款 被其贪毒 事凡之贪婪 大志 真乃海内奇闻 最后 严明主旨道 臣请展示反手 玄于世 以为仁臣不忠之介 苟臣一言诗识 甘福显露 松溺爱恶子 赵惠世权 以急放归田 永清正本 天下车慎 陈应龙 无任 惶恐任命之志 紧奏 只通篇 只攻严世凡一人 紧在最后 不痛不痒地 说了严嵩一句 逆爱 张居正不由点头道 妙宰呀 说着 看他一眼道 这奏章 全是你自己想的 是的 邹应龙一口咬定 没有问过任何人 哦 张居正想不到 这看上去不怎么样的 邹应龙 竟然还十分的义气 便似笑非笑道 难道就没高人指点 不是高人指点 而是仙人托梦 邹应龙 面不改色 张居正不优笑了 说说 怎么个托梦法 昨天夜里 下官在房中构思走张 但总是不得要领啊 眼看着七线将近 不觉心灰一览 连身子也疲倦起来 便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去 这睡梦之中 见自己骑一骏马 手持弓箭 在平原上连迹奔驰 正在欢畅得意之时 木箭前方有一高山 挡住了去路 我便正攻搭建 对着那座高山式连射输箭 都一点用没有 我正沮丧着呢 突然看见 这山脚下有一片田 田里有一堆米 米上还堆了草 好色扶植心灵 便堆那堆米随手就是一剑 结果呢 是一声俱响 这堆米便炸开了 然后这田也陷到了地下 楼也塌了 我正惊奇着呢 就听到一声更响的动静 这响声连天 声势惊人呢 原来那座大山 也轰然倒塌了 张居正不由暗笑 哎哟 这小子还真能扯啊 他是绝顶聪明 当然知道邹应龙 想要表达什么 那高山者 松野 代表的是严松 而田上一堆米 在家顶上的一堆草 正是一个凡字 自然代表了严实凡 意思是老天爷告诉我 直接攻击严松没用 但射向严实凡的剑 却是有用的 这就是天机呀 这解释的虽然牵强 但好歹是个说法 张居正直以为 这个梦是沈默教他的 为的是撇清关系 实际上 这跟沈默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都是邹应龙一个人编出来的 而且后来他的一系列表现 可以证明他编出来的这个梦 是为了强调自己 才是导演的主要功臣 跟其他任何人都没关系 见张居正表示赞许 邹应龙松口气道 那就这样呈上去 好 张居正点点头 就这么呈上吧 对于拿三大殿做文章 他其实也觉着有些隐忧 但想要把严党特地击败 就非得利用这一点 他做不到像沈默那般淡然取舍 这个可不是能力的差距 是因为大家所处的位置不同 所以这选择必然不一样 第六百四十集 报一 在徐党的运作下 那封精心刨纸的奏章 果然很快就摆到了嘉靖帝的案头 无论是督察院的邹应龙 正修书的张居正 还是在家带孩子的沈卓妍 还是在内阁办公的徐杰都在紧张地等待着最终结果 这时间过得可真慢呢 半天就跟半年一样漫长 直到中午时分 有宦官来吴义殿传话 说陛下请徐阁老过去 徐杰知道皇帝的决断出来了 便二话不说 整了整一劲 跟着那工人去了皇帝暂居的紫光阁 通禀之后 店门缓缓打开 徐杰进去恭敬的请安 皇帝让他起身 黄锦赶紧拿来绣堆 请徐阁老坐下 自从那场大火之后 嘉靖便恩赐徐杰面圣时可以坐锦堆 从而使他在这方面 也与阎阁老并驾齐驱了 君臣相对 嘉靖却没有说邹应龙的奏本 而是招呼徐杰上前道 朕今日手痒 写了几个字 村斋啊 过来看看 还拿得出手吗 这村斋啊 是徐杰的书房名 以此换人 却比称呼七号还要礼貌 徐杰赶紧从座上起身 毕恭毕敬的小步过去 来到御案前 便见上面阵纸下 压着一方宣纸 纸上两个轻受而有力的大字 曰 报一 看到这两个字 他一边连连点头 面露赞赏之色 一边却飞快地转动心思 想要破解其背后的真意 徐杰侍奉皇帝 已经有快十年了 自然知道 家境聪明刚毕 总喜欢把真实意思 隐藏在一些简单的字眼中 让下面的人去猜 这也不全是为了故弄玄虚 也是家境考验下属 能不能跟自己心意相通 能不能准确领会上意的一种办法 所以徐杰必须从这两个字里边 准确地判断出 今天皇帝的态度 好在这次并不难 徐杰宝学之事 自然知道这两个字出自道德经 约 取则权 妄则直 挖则赢 必则心 少则得 多则祸 是以圣人宝衣为天下事 不自见顾名 不自事顾章 不自伐顾有功 不自今顾长 夫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通篇的主旨是 取则权 少则得 不争 则天下莫能与之争 心中品责着这段圣人之言 徐杰心中不由的一己 难道皇上 暗示的意思 是要我在这件事上退一步 不要过分的相逼 不要再跟严格老斗了吗 怎么不说话呀 这个时候 家境出声道 难道 朕的字 那么差吗 皇上说笑了 徐杰这才回过神来 连忙道 观皇上欲彼 运彼如蚕吐司 鼓力如棉国铁 如春林之炫彩 似飞天之飘逸 啊 实乃人生一大享受 虽赵孟府 贺之章在世 也不过如此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存摘啊 过誉了 家境开心的笑道 要是喜欢呢 这福字就赐给你了 徐杰连忙谢恩不迭 黄瑾便将那字 小心的取下 送回司礼监表壶之后 再送去他的职房 品完了皇上的字 徐杰重新回到座位上 家境这才将 邹映龙的奏本给他看 问道 先有御史弹劾 公布尚书 言是凡 不知爱卿 意下如何呀 徐杰心说 之前那么多弹劾奏章 也从没见您问过谁呀 丝毫不敢怠慢 赶紧打开阅读起来 其实啊 也就是装装样子 那奏本的内容 他早于皇帝几天 就已经看过了 过了一会儿 和尚奏本 递还给一边的太监 表示自己看完了 家境问道 爱卿 属里内阁 属里内阁 为百官之首 认为此事 该当如何处置 启禀皇上 徐杰赶紧道 于是谈何首府 乃国之大师 应当迅速着有私查办 还严格老一个清白 哦 爱卿的意思是 家境似笑 非笑地望着他 阎阁老是清白的 但言不堂却不是 对吗 这个 徐杰不禁额头见汗呢 皇帝的训诫是犹在眼前 他难敢随便说话呀 便轻声道 在没查清楚之前 任何人都是清白的 果然不愧是甘草过老啊 家境文言笑了起来 徐杰是老脸不红道 谢皇上美誉 甘草性温平和 正和上人之报一之道啊 哦 不错不错 家境赞许地看他一眼 似乎对徐杰能领会 圣意表示满意 话锋一转又缓缓道 这个邹应龙所奏 似乎不是妄语 朕对那严世凡的一些行径 早就有所耳闻了 徐杰赶紧点头道 皇上圣名 微臣也听说 阎不堂在居丧期间 似乎海燕乐不止 而我那孙女须 阎湖 扶旧还乡的路上 也闹得有些不像话呀 徐杰低调归低调 可绝对不会放过上眼药的机会 哪跟自己有殷亲关系的阎小二说事 显然更加的有说服力 家境是面色转阴 仅凭这一点 朕杀了严世凡父子 也不为过 家境说得很 徐杰却不敢叫好 平心而论呢 他当然希望把严家爷们全都斩了 但担心是皇帝的试探 如果表现的太激烈 恐怕会遭到皇帝的猜疑 于是婉言道 颜湖是臣的孙婿 臣也不愿传闻是真的 但如果查证不假 那臣必不寻私情 严家处置此等孽畜 这话妙就妙在 展现了他与严家的殷亲关系 从而撇清了他构陷严家父子的嫌疑 还树立了自己公正而不发人情味的形象 如此 家境才能不再往党争上想 从而专注于事件本身 最后家境终于拿定了主意 对徐杰道 嗯 将邹映龙的这份奏章 明发天下 并责令三法司会查此事 尽快将真相禀报上来 臣遵旨 徐杰领命道 徐杰领了旨 从紫光阁回到了职房 将皇上赐的那幅字 已经端正地摆在大岸上了 他对着那报一二字 占了许久 终于把家境的意思领回透了 这是在教导自己 如何去当一国宰府啊 也就是说 皇帝已经决心把严格佬换掉了 但同时 家境也警告他 夫唯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他能顺利接掌项权的前提 是不争 不许再为难严格佬 不许得寸进尺 徐杰正在那发呆呢 下面通病 张居正来了 张居正修新都制的地点 也在西院 一上午是心急冒烟 一点事都没干 打听着 打听着徐格佬回来了 马上就蹿过来 打听消息 徐杰一看墙角那夕阳中 五十过半 不理张居正的追问 走 陪我吃饭去 张居正只好闷闷地跟着 出了西内 来到了上次吃饭的饭馆 还是上次的房间 点菜之后 屏退左右 椰脸才开始说话 老师 现在总可以说了吧 张居正道 嗯 徐杰缓缓点头 皇上的意思是 先着三法司 查清此事再说 什么 张居正一下子变了脸色 这 刑部尚书合并 是阎党的骨干呢 大理寺清万彩 阎党骨干 左都御史乎之 阎党骨干 这 让清一色的阎党去查阎党 能查出问题才有鬼呢 说着 有些埋怨道 老师 你怎么能不具理力争呢 我呀 是没法争啊 徐杰叹口气道 一面圣 皇上就把俩字 摆在了我的面前 哪 哪两个字 张居正问道 宝医 徐杰又叹口气道 圣人宝医 我怎么敢想三想四呢 张居正寻思片刻 面上的愤怒 渐渐隐去 轻声道 看来皇上 想让双方各退一步 顺利的交接呀 徐杰点点头 没有作声 这可不行啊 张居正确接着道 阎党可不只是阎家父子 而是一股势力 一个前所未有的兼党 如果让严家父子体面的退了下去 他们仍可以在朝野指挥手下 继续为非作歹 那样如何对得起杨基盛他们的牺牲啊 数百年来科举选官 读书人数目急剧增长 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清晰且独立的阶层 再朝则党同伐义治理天下 再也则教化百姓振贬朝政 其角色界定日益清晰 自我意识和政治人格日渐成熟 无论在朝在野 都有巨大的能量 所以把对手整得罢官不算什么 因为人家还有巨大的影响力 甚至随时都可以东山再起 只有在政治上彻底的否定 把对手彻底搞臭漏 才算是最终的胜利 所以张居正听说 徐杰竟然向严党妥协了 一下子就着急了 严松父子一向得到皇上的恩宠 皇上的性格您是最清楚的 朝令夕改变化莫测 今天发起怒来要处置他们 或许明个想起严格老前十的好处 可能又回转圣意 再不让我们对付了 说着家中语气道 那个时候搬不到他们 还叫他们父子记恨下 必会遭到惨烈的报复的 听了张居正的话 徐杰陷入了沉思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点头道 你说的也有些道理 难保皇上明儿会怎么下 对呀 张居正高兴道 老师 当断则断呢 好 徐杰汉首道 下午下班后 我就去走一趟 您准备跟皇上怎么说呀 张居正来劲了 跟皇上说什么 徐杰看他一眼道 我是去严申达 严松家 张居正师太的张大嘴巴道 老师 您不会是 说婚话呢吧 老师没有晕头 徐杰看了他一眼道 太月啊 你都说了 一切原味终结 当然要从长记忆 自己好好寻思一下吧 若是想不明白 你就永远赶不上神桌烟呢 说着夹了一块的水芹菜 慢慢咀嚼起来 这是不再说话的意思了 张居正愣在那儿 不一会儿便静下心来 体会老师的意思 给你一下午时间想 徐杰吃好了 端着碗蛋汤 清措道 想明白了 就跟着我去 想不明白 就在家接着想 午饭之后 徐杰让张居正采买了几色礼品 然后到吴义店 等他下班 身时一过 徐杰便结束了工作 从职房中出来 在耳房内 等了一下午的张居正 赶紧提着礼品 赶紧提着礼品过来 对老师道 买了六星居的酱菜 贺年堂的人参 还有几只胡笔 几方挥墨 嗯 徐杰微笑地望着他道 看来 你想通了 这些东西 都是瞅着严格老的喜好买的 如果想不通 张居正断不会如此用心 什么都瞒不过老师 张居正不好意思地笑道 学生想通了 那好 咱们走吧 此处不便多言 师徒俩便分别上教 出了西院 走不到百丈 就到了难言落魄的严府 这时的严格老 也知道了邹应龙上版的全文 命人叫严世凡找来 对他道 这次 对方案 有高人指点 你看来 是凶多吉少了 严世凡闷声道 哼 这不到最后 啊 还是什么都说不准的 却也知道 这一次被打在了要害 看起来这最好的结局啊 也得是两败俱伤 想要毫发无损 是不太可能了 啊 我的走本 交上去吧 严松 缓缓缓的 什么走本呢 严世凡装糊涂 我的奇修走呗 身上去半个月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还没动静 严松淡淡的看了他一眼 不是 你给扣下了 又是怎的 被老爹当场拆穿 严世凡是老脸不红的 啊 也许是通政司 或者司理监给疏忽了 我回头就去问问啊 严松啊 懒得跟他计较 现在送上去 也只是两生于无 相信皇上已经有决断了 这老头 这老头 虽然脑子慢 有时候转不过弯来 但却一点不糊涂 让家人 开始收拾东西吧 咱们 回老家的日子 快到了 啊 严世凡的胖脸 一阵的抽搐 还远不到放弃的时候呢 我还得最后一拨 你拨什么拨呀 严松声调 书的提高 怒视着严世凡 今天上午 皇上找徐杰去 赐给他两根字 报一 告诫他要本分 难道 你以为这话 是单单说给他的 不是 这还是说给我的 说着指着严世凡道 你从今以后 给我老老实实的 皇爹啊 还能保你一世平安 要是再敢乱来 大罗金仙 也救不了你 严世凡一肚子不服气 刚想反驳几句 却听外面的严年道 老爷 徐个老登门造访 父子俩 一下子愣住了 严世凡摸不着头脑 他来干什么 严松却是面露欣慰之色 这是你爹啊 早给你喂下的 说着精神 说着精神 欢发道 快点 自好我穿衣服 大门中开啊 全家出营 严年赶紧吩咐下去 马上有侍女来给阁老庚 一穿鞋 自从被皇帝赶回家后 老严松就没这么整装过 至于吗 严世凡在一边嘟囔 你也太给他面子了吧 嗯 行行吧 严世凡 严松接过手杖 在严世凡的搀扶下 缓缓向外走 于介 已经是事实上的首相了 近日他能来咱们家 亦是听了皇上的宣誓 为事宽然而来 然后是我这些年 对他始终不薄 咱们就是儿女庆家 这才会上门的 说着 看了一眼远处快步走来的徐杰道 这两条缺了哪一条 今天的行事看 人家都搬不着 来我这个败军之家呀 严世凡轻横一声 但始终没有反驳 看到严松 亲自出营 素来端庄稳重的徐阁老 竟似小跑似的 快步跑了起来 转眼间 便来到了他的面前 一攻到地道 哎呀呀 徐杰 何德何能 竟劳动阁老大驾 哎呀 惶恐 惶恐啊 见他得志之后 仍如此谦虚 严松更加欣慰 伸手去扶徐街 哥老这话 说法了 是你能亲临臂伏 让老友捧毙声辉啊 双方是寒暄了一阵 子弟又见了礼 这才进到前厅凤茶 严松告了一声失礼 坐回他舒适的安乐乙声 问道 嗯 嗯 哎 哥老啊 日理晚机 哎 怎么 有这个闲暇 光临我这个 啊 富贤老头的家呀 徐杰拱手正色道 啊 知恩不报 勤手不如啊 徐杰 何德何能 竟得以入阁百相 还不全掌阁老的提携 今日 皇上招下官入内密议 有些关乎阁老的机密 徐杰不敢不报啊 这一下 连严实凡也动容了 心说 这个徐杰还真是 哎 哎 窝囊啊 啊 我爹都虎落平阳了 你说还这么第三下四的 但是老阎松心中激动 安道 这些年的付出没白费啊 有皇上撑腰 果然是谁也不敢欺负我 更加确定了徐杰不敢胡来的判断 无论如何 父子俩都打消了狗急跳墙的念头 而那边的徐杰和张居正呢 也是暗暗松口气 心说 哎呦 这父子俩果然是大爷当官了 啊 竟真是搞不清形势了 第六百四十一集 演员的自我修养 无论如何 严松是十分感激徐杰的 尤其是想到 昔日下眼倒台之后 自己毫不留情的痛下杀手 他就更觉着徐杰是个厚道人 自己真是命不错 徐杰便将皇上相招 跟皇帝的会面 添油加醋的讲给严家父子听 这其中自然是要把皇帝的怒火中烧 和自己的苦心周全 加倍呈现给严家父子俩 事关自己的命运 严松父子严能不紧张 等徐杰讲完 严氏凡便连声问道 哎 皇上果然信那邹映龙的诬告吗 徐杰毫不犹豫地点头道 是的 而且非常生气呀 说着 满眼忧虑地对严氏反倒 哎呀 小哥老啊 你可要拿出全部本事了 不然 话虽然就此打住 但这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了 严松听完 惊得半赏说不出话 他以为皇上会放过他们父子俩 原来还是要惩治严氏凡的 这严氏凡一定罪 他就脱不了个疏于管教的罪名 虽然不会被严惩 但带着处分归乡 跟全须全尹的荣归故礼 那差别可就大了去了 严氏凡也不见了平日的不可一事 坐在那里是漠然不语 几次想开口求助 但始终拉不下脸来 还是严松看出来了 对严氏凡道 东楼啊 给胡尔他爷爷端杯酒 你想过这关 还得靠自家人呢 严氏凡没有拒绝 顺势端起酒杯道 直到如今 还望老太公多多周卷呢 他对徐杰向来是直呼其名 如此敬称 却还是第一次 徐杰是一脸的联系 接过严氏凡的酒杯道 哎呀 小阁老啊 下官知道 您正在难住 绝不会坐视不理的 说着对严松道 当时下官便对皇上说 阁老执政多年 功高卓著 小阁老虽然性子风流了些 生活阔绰些 但并没有重大过失 至少啊 聚丧期间 饮酒作乐 那是绝对没有的 还希望圣上 不要偏听偏信 免得损害国家栋梁 或极社稷安危啊 这平时啊 倒真看不出来 徐格老是如此优秀的演员 就连张居正 这般知道内情的 也不禁暗暗嘀咕 这莫非徐格老 为自己孙女打算 还真打算放了严家一马吗 他却忘记了 一个都能把亲孙女王火坑推的老家伙 又怎么会跟郑敌 讲感情呢 一切的一切 不过是徐杰麻痹演党的表演而已 其实啊 他的演技并不高明 但时机抓得太好了 一般看来啊 他作为胜利的一方 哪儿还用去失败者的家中装孙子呀 所以哪怕狡猾如严是凡 都只觉得徐杰懦弱无能 却没察觉出来 这只是狡猾的徐格老 感到短时间内无法取胜 才施展出的缓冰之际 无论如何 严家父子是被他给彻底骗倒了 阳格老感动的是热泪盈眶 对老仆人严调 对老仆人言言道 快 把家里人都召集起来 严嵩不说所谓何事 这徐杰也不好问 直到严家上下百事口子都聚在堂前 然后让严世凡扶着自己起身 突然就那么朝着须街 跪了下去 只见他一脸感激道 这一下包括严世凡在内的严家人 可就都惊呆了 但见这老爷子都跪了 大家还有什么办法啊 跟着跪吧 于是黑压压的就跪了一片 跟着严世凡喊道 多谢阁老大救之恩 徐杰惊得是手足无措呀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招呼了 赶忙连声道 哎呀快快起来啊 哎呀快快请起啊 哎老朽实在是不敢当啊 说着赶紧去服严格老 严格老已经是老泪总横 紧紧抓住徐杰的手 产生道 哎呦 我呀 我呀 你已经是八十好几了 哎呀 这黄土啊 都买到嗓子眼儿了 转眼了 我就成古人了 说着给徐杰重重磕头道 哎呀 还请啊 阁老 看在多年同僚的份上 照顾一下 这些不孝子孙啊 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支手遮天二十年的严格老 竟然毫不犹豫地 给多年来 在自己面前低声下气的副手 跪下了 这一幕便如一盆冷水 兜头浇下 让严家的子孙们彻底明白 对 世道变了 仗着老头子作威作福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也让严世凡感到无比的屈辱 徐杰也有些恍惚 眼前这场景让他跨越时空 一下子回到了十五年前 那一次 严家父子跪在下颜面前 痛哭流涕 指添赌咒 苦苦哀求着一线生机 当时 下颜未居内阁守福 掌握着足以致命的罪证 要消灭严党 简直是一如反掌 但他被严家父子的痛哭 勾起了侧隐之心 虽把那父子俩痛斥一顿 但是终究放了他们一忙 就是这一码 就让下颜是死无全尸 身败名裂 到如今是身手不能同学 沉渊不能昭雪 这一系列的念头 也就是转眼的功夫 徐杰立刻就扶起了颜松 拍着胸脯的 哎呀 哎 哥老 请放心 只要我还在为一天 自当为颜家 全力周旋 这至于是往好里周啊 还是往坏里周啊 那可就不一定了 颜松 这才定下心来 挥手让家人退下 对徐杰笑道 你我 在这同一个屋檐下 十多年了 就是手足 也不管如此 应该啊 以兄弟相称 以后啊 通家有外 不分彼此 如此 小弟就托大了 称呼一声老哥哥了 徐杰也动情道 哎呀 老哥啊 咱们严徐两家 荡河中拱寂 永结同心啊 老弟 这两双老手 紧紧握在了一起 又以天长地久 又坐了一会儿 到了掌灯时分 延年过来 请一座花厅 那里已经摆好了 丰盛的宴席 招待延家的贵人 徐杰是毫不推辞 与延阁老父子 把酒延欢 酒憨而热之际 他还一脸的诚意 对延世烦道 靠着阁老与皇上 素日的恩情 小阁老是逃过一劫呀 断一断 语重心长道 但万不可掉以轻心 如今啊 正是多事之求 难免会有一些小人 借机声势 暗地里抓咱们的把柄 小阁老还需稍加收敛 切记 切记呀 说着笑笑道 日后要是没事了 自然可以随意点 严世烦呢 是最烦别人说教的 尤其是平素 他瞧不起的徐杰 心中更是恼火 但这面子上 还要称谢不迭道 哎呀 多谢阁老肺腹之言 某家不敢忘记 徐杰笑道 哎呀 这个人老了 这个就是喜欢唠叨 小哥老啊 可别往心里去呀 在下还分得清好嘞 严世烦干笑道 一席终了 已是月上中天 徐杰谢绝了 严家父子的挽留 在张居正的搀扶之下 是一步三遥 坐上了轿子 挥手示意不必远送 便颤巍巍地离去了 张居正一直把徐杰送回了家 扶着他下轿的时候 却见老师双目炯炯 虽是满身酒气 但毫无罪态 不由吃惊道 老师是装罪啊 徐杰笑道 罪翁之意不再酒 在乎其中深意也 说着看了张居正一眼道 太月呀 今儿个看了一晚生气 是不是对老师挺失望啊 老师您说哪儿的话 张居正坚决摇头 学生今晚真是受益匪浅 不仅从您身上 就连从严格老那里 也让学生悟导了很多呀 嗯 有掌进就好啊 徐杰看了看满天的心斗 悠悠道 我呀 看出来了 严嵩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严格老了 他呀 是真的想退了 张居正点点头 轻声问道 老师 那您准备放过他吗 这也是他整个晚上 都想问的问题 一切 已经太晚了 徐杰缓缓摇头 你要知道 政治 不是一场游戏 而是真正的战争 下面的小兵 可以弃权 可以投降 这都无所谓 这都无所谓 但统帅 是没那个资格的 他的脸色变得有些猙獰 沈默 沈默有句话 我很喜欢 出来混 迟早 是要还的 严家父子 作恶几十年 害死那么多人 把个好好的大明朝 折腾得内外交困 连看着 混不下去了 就想拍拍屁股走人吗 哼 真是痴心妄想 说着 重重一挥手道 把欠账还清了 再说吧 话分两头 咱再说 严家父子 见那轿子远去了 便转回房中 折腾了这么老长时间 严格老早就撑不住了 倒在床上 就昏睡过去 严氏凡叫了两声 见没答应 便摇摇头出去了 回去了自己的书房 胡植 何滨等几个心腹 早就等在那了 就像张居正说的 严党不是严家父子 而是一群 有着共同利益的捧党 他们是互相勾结 互相扶持 不过相当讽刺的是 他们要远比 意气相投的 清流团结的多 听说 小哥老有难 众人赶紧聚了过来 倒不是跟他感情有多深 而是因为严氏凡 乃严党的旗帜 智囊 主心骨 他要是有所闪失 那大家的日子 就都不好过了 严氏凡对他们说了 徐阶到访的事 说完奇怪道 哎呀 这徐老头跟我们家 可并不是深交往 不知这一次 为何如此的卖力呢 我都怀疑他 是不是天生的贱骨头了 胡植等人笑道 哎呀 这阎哥老 雄风犹在对吧 小哥老是雄姿赢发呀 哎呀 他徐哥老知道不能取胜 所以才来卖好呗 这倒也是最合理的解释了 严氏凡缓缓点头道 嗯 是啊 这个松江老蔫坏蔫坏的啊 这心眼特别多 知道皇上不想让人迫害我们父子俩 便卖了个人情 谁都不得罪 他何乐而不为呀 想要咱们把他当成患难之交 日后再徐徐徒之 也说不定啊 众人是记忆一阵 河滨道 这日后的事情啊 日后说 现在这关口是 现在该怎么办呢 虽然徐杰说 皇帝不予处罚严氏凡 但是不目见耳闻 焉能轻心 无论如何 一定要保证小哥老 安然无恙才行 胡植也问道 哎 这原来设下的套子 还用不用了 用啊 为什么不用啊 严氏凡冷笑道 老子挖了坑 不等着有人往里跳呢吗 说着 指了指胡植几个 现在知道了吧 当初把你们安排在三法寺 而不是别处 就是为了今天 哎呦 小哥老英明 众人联盟赞道 你们只管去查 严氏凡冷笑道 我倒要看看 查到最后 他怎么收场 小哥老 属下有一言 不知当奖不当奖啊 这个时候 胡植出声道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什么不当奖的 严氏凡凡凡凡凡凡的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这件事吧 就别再把景王 扯进来了 胡植卿声道 景王爷 性格轻水 原委呢 骄傲自负 这帮人 他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呀 不行 严实凡是断然拒绝 我已经跟景王约好了 趁我爹还没退位呢 帮他撬顶除军之位 这样既是最坏的情况 我爷俩一时失事 将来也有翻本的机会 谁也不敢欺负你们 哎呦 小哥老英明 众人知道他主意已定 便不再劝说 如此你们分头行动吧 严实凡恶狠狠的一挥拳头 只要把这两件事给我办好了 咱们爷们就又能逍遥二十年 怎敢不孝死利 众人齐声应道